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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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謝謝 謝謝各位請就座 那我們現在請議事人員先讀今日的議程 邀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曾主任委員民中 財政部長 部長 順和 就國內金融業部及亞洲現況 及未來發展策略與因應措施 專題報告並被質詢 先讀完畢 好 謝謝 那就介绍在场的委员 有吴秉睿委员 那接下来介绍我们经管会的曾主委 还有总和规划处的书处长 还有银行级的詹级长 还有政局级的吴级长 保险级的理级长 检查级的王级长 那接下来就是财政部 我们的财政部张部长 还有财政部的政务吴政务次长 还有国库署的阮署长 还有户税署的吴署长 还有官务署的饶署长 那接下来就国产署的庄署长 那财政资讯中心的苏主任 那接下来就台湾金控的李董事长 还有萧总经理 那台湾土地银行的黄沪总经理 中国市出自银行的林理事主席 还有林总经理 那接下来就赵凤金控的蔡董事长 还有吴总经理 那第一金控的蔡董事长 那第一商业银行的周总经理 华南金控的习董事长 华南金控的习董事长 张总经理 还有华南银行的杨总经理 合作金库金融控的赵董事长 还有林总经理 还有合作金库商业银行的林总经理 张化银行的张董事长 还有施总经理 那台湾中小器营的朱董事长 还有陈护总经理 好 谢谢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金管会的主委做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今天大院邀请就国内金融业布局亚洲现况 及未来发展策略与因应措施进行专案报告 第一部分是动机及背景低点 世界经济重心由西方移转到东方 根据IFD也在今年实际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 高经济成长区域集中在亚洲 亚洲GDP总值占全球的比率 从1990年的21%上升到今年的35% 亦据2020年将达到39% 为全球经济成长的新引擎 另外今年7月份在Banker杂志报导 在全球一千大银行里边 亚洲银行的利润占全球银行获利的比率 从2006年的19%提升到今年的51% 第二点是亚洲布局希望能够协助台商的发展 第三点是希望适度分散风险 第二大部分是我国金融业亚洲布局的优势跟劣势 优势只要有三点 第一点是台湾地区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来看 金融发展相对成熟 那台湾金融业在经营管理能力方面 能具有相当的优势 第二点经贸往来密切 台湾与东亚各国经贸往来密切 东南亚籍大陆地区为台商主要的海外投资地点 目前台湾前15大贸易伙伴中 东协十国就占了6位 就东协整体来看 已经是我国第二大的贸易区 第三的优势是地理位置加临近台湾 另外劣势是国际性大型银行 已经经营亚洲市场多年 相较台湾的金融机构 国际知名度我们本身比较低 不利拓展当地业务 且海外发展及管理经验相对较少 必须加强累积经验 第三大部分是推动的策略与具体措施 本会的推动的具体措施 包括法规的松绑 已经修正银行法 证件商管理规则 保险法等规定 扩大金融业者国外并购动能 除外 深社会到地区之海外据点 由事前核准改为自动核准制 让金融机构海外布局更有空间 比如说银行业的部分 已经修银行法 将银行转投资总额 及投资非金融相关事业的总额上限 改以净值为计算基础 预估能够扩增银行业海外的并购能量 约新台币5000亿元 第二部分是证件业的部分 开放证件商得为海外子公司 因业务需要而在当地金融机构融资 违背书保证 以不超过净值40%违限 有助于证件子公司资金应用 另外换宽券商在外国转投资事业间 资金待遇限额 由现行禁止的40%提高到100% 有助证件商之海外布局 另外保险业的部分修正保险法 部分条文草案 增定保险业国外投资保险相关 事业主管机关核准可不记录 保险业国外投资现额计算 大幅增加保险业海外并购的能量 第二点是培养国际人才 包括金融研讯院政机会及保华中心 均积极办理国际人才的培训 并开办亚洲系列的相关的专班 第三点是建置海外的资料库 为例我国金融业办理布局亚洲之策略规划评估 谢谢银行工会 政策工会及保险事业发展中心 已经建置资料库 收集印度、印尼、柬埔塞、泰国、辽国、缅甸等国之 监理法规资料 相关研究报告 东协地区顾问事务所资讯 还有我国驻外管处提供之当地金融释放等相关资讯 并持续扩充资料库 第四点是监理合作 金管会已经以亚洲其他监理机关洽签MOU 监理复访参与国际会议 以促进双方准入即可 监理合作资讯交换 本会已经跟40个国家或地区之49个监理机关 签署合作备忘录 其中在亚洲地区有18个备忘录 第五点是强化资本的氏族性 金融机构需有市值资本才能支应业务发展 且资产达一定规模才有能力成为区域性金融机构 第六点是推动整并 本会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海外并购 以迅速扩大规模 另外促进金融整并 本会在一定条件下支出公开收购 第四大部分是成效的部分 目前金融业布局亚洲经过近两年的推动 有以下五点绩效 第一点是银行业海外据点 到今年三月底第三季 已经达到432处 达102年底成长了47% 其中亚洲据点高达336处 达102年底成长66% 第二点证件业海外据点到第三季为主 已经达到130处 达102年底成长13% 其中亚洲据点83处 达102年底成长14% 保险业海外据点到第三季为主 已经有40处 达102年底成长5.3% 其中亚洲据点38处 成长了5.6% 第四点最重要的部分是国外并购 自102年下半年 至今年10月离职 已经有25件国外并购案 包括银行业5件 证件业8件 保险业12件 另外第五点是 我国金融业对亚洲地区的铺贤 主要是包括换款跟投资 自101年的939亿美元 增加到今年9月底的 2028亿美元 大幅成长116% 过滤情形 自101年的5.87亿美元 增加至去年底的14.35亿美元 成长了144% 最后的部分是未来展望跟绝语 本会一向鼓励金融业 深耕台湾布局亚洲 放眼全球走出海外拓展市场 在有一定的资产规模 良好资产品质 及健全之财务结构 是海外布局的前提条件 金融机构在拓展业务布局全球的同时 应调整风险管理能力 本会所以提出了金融业的基础构成计划 希望协助金融业从根本改善体质 提升竞争力 本会将持续推动相关措施 并鼓励金融业布局具有权力之亚洲新兴市场 以指行并购 还有分行的方式迅速拓展据点 掌握发展成为亚洲区域性金融机构的关键机会 以上报告进行指教 谢谢 好 谢谢主委 那接下来我们请财政部张部长做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今天非常荣幸陈腰出席贵委员会 就国内金融业布局亚洲现况 跟未来的发展策略 以因应测试提出报告 财政部主管九家公股银行 以下就海外布局的现况 未来发展的策略 具体的应应措施等面向 来说明公股金融事业亚洲布局的情形 海外布局的现况 今年来我们要求公股金融事业要掌握四大趋势 就是亚洲化 高龄化 行动化 人民币国际化 这个四化的趋势来提升竞争力 那亚洲的市场 它的经济成长动能比较强劲 金融的服务需求快速的增加 而且它逐步在开放金融市场 进行区域贸易整合 所以提供了台湾银行业非常好的成长契机 而且海外台商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 跟东南亚地区也有具有业务的利基 所以我们在为了掌握海外业务成长的商机 跟强化海外获利 亚洲市场已经成为公股金融事业 海外布局的首选区域 目前九家公股银行所成立的海外分行 有六成在亚太地区 分布在亚太各国 那总共那目前有一家子行 六十家分行 二十家支行办事处布局 布局很广 那接着报告未来发展的策略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持续筹塑海外的营业据点 那我们会从两个角度来 第一个就是强化布局的深度 第二个就是扩大布局的广度 在强化布局的深度方面 我们会整合区域的据点 评估分行改制为止行的可行性 把代表办事处升格为分行等等 来提升海外业务的规模 那在广度方面 我们会考量亚洲各国经济发展 市场的准入的条件 台商布局的概况等因素 那要公股银行依各自业务发展的需要 在大中华东南亚东北亚各地区评估 新增据点来扩大布局 亚洲市场找寻获利的南海 第二部分是寻求国外并购 并购跟参股的投资契机 那目前亚洲新兴东协市场 对外资银行准入均设有严格的限制 部分国家也设立分支机构并不容易 所以我们考量用并购或者参股 当对金融机构的方式来扩张 建立海外的合作伙伴 来加速业务的多元化区域化 朝国际性金融机构迈进 那各家的在亚洲布局的发展计划 我们汇整了在附件里面 请各位委员参阅 第三部分报告具体的因应措施 主要是有五项 第一项要充实工股事业的资本 那我们为了要充实银行的核心资本 跟财务的实力来增设海外的据点 深化当地的经营 所以这个有助壮大业务的规模 提升银行进行的水准 第二个要培育海外的储备人才 我们要推动高阶经理人才交流的机制 那积极针对派驻海外来储备人才 订定培训计划 那海外就地雇佣当地的人才 另外也要运用来自东南亚的乔生资源 建立乔生人才资料库 借助他们对当地的语言环境的了解 来协助拓展亚太史上 第三个是布局全球服务的网路 那我们积极进行相关资讯系统的整合 跟开发的工作 建置跨境业务整合的平台 优化串联服务的能力 来提供客户全球资金调度 更便捷多元化的服务 第四点会加强海外的风险困管 那对海外布局的风险管理 那公股银行都会采取审慎的态度 来进行效益的评估 在选择国家跟市场的时候 会收集分析目标国家的各方面的因素 以及公股银行优势综合考量 形成海外布局的策略 在国家风险管理方面 会依各别国家风险的等级 来定定各国跟各级别 国家风险的限额 作为管理的一选 也配合业务发展需求 及各国风险账款调整的额度 随时监控应变 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 第五点是落实法律的遵循 那各海外的分支机构的 声色跟管理 都已经系统化的管理了 以确保海外据点 落实法律的遵循 跟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 另外也定期针对分行 法律遵循的执行情形 来进行沟通检讨 以及强化海外法遵落实 及降低风险 最后的结语是 建议金管会近年来 积极推动我国金融业布局 亚洲市场扩大经营规模 以催生亚洲具指标性的 区域性金融机构为政策目标 各金融工股金融事业 也会横拙自身的资本健全的程度 以及未来发展的策略 积极进行海外布局 掌握国际金融业务的商机 来增强银行国际竞争力 本部乐观其省 将会继续配合督导 以及协助各工股金融事业 朝政策目标迈进 被提升工股金融事业的 经营绩效及企业的价值 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指教 谢谢 谢谢部长的报告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行答 那行答的话 每位委员八分钟 延长两分钟 那我们登记就到十点截止 那我们现在就请登记第一位的 吴秉瑞委员花言 主席 麻烦请金管会曾主委 好请曾主委 委员好 主委长 前几天在媒体上看到 你要特别精简几家保险公司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各位委员报告 就是我们也看到最近 有一些争议 就是理赔的争议 那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也接受到 有一些陈情 有一些少数的公司 保险公司 他把要不要理赔 类为是绩效考核的一部分 我们觉得这个不合适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了解 那这个出现在受险业 比较多呢 还是在残险业比较多 基本上残险跟受险 主要是受险 主委 我要今天特别跟你提这个事情是 你这样的做法 我是很赞成 因为保险 大家知道在念保险法的时候 他有讲说它是最大的三亿契约 那基本上第一约的双方当事人 都要进到最大的三亿 可是很多年来的操作 最近比较少的长年以前 都是用这个保险 拉保险的业务员去拉保险 那拉了保险之后 等到保险契约定定发生了保险的风险的时候 他又不赔了 理由是说 这个拉保险的保险员 契约没有讲清楚啊等等 过去早年有这样的状况很普遍嘛 是 那法院也一再一的表示说 这样是不可以的 就算你的保险业务员 也是保险公司的使用人 也是你的整个环节的一部分 可是我那一天在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觉得说 你这个做法我是认同 如果假设是在理赔这方面故意挑毛病 然后找尽任何方法要拒绝理赔 那当然需要了解 保险公司变成收保险的时候很快乐 要付保险进的时候 千方百计在刁难 然后让当事人去走法院 我觉得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很好啦 那所以我以前也跟你提过 我们以前那个评议啊 我们那个金融消费评议的这个中心啊 如果没有办法站在消费者这一边 那不如不要设 另外一点他的这个经费其实不多 其实不用让这些金融机构 这些金融机构来捐款 因为那一年的预算也顶多也才一两亿啊 那所以设的目的应该是要保护消费者 这些财团他们很大 他们无论是在财力 无论是在法律能力 无论是在经济能力上面 他都高过他的契约相对人非常的多 所以本身这样子的契约啊 基本上除非这个金融机构有善意啦 否则你说立足点要平等 本身就很困难 这个你赞成吗 谢谢委员 我觉得你这大方向非常的 我个人非常赞成 就是让他财务独立啦 我非常赞成财务独立 让他业务 要业务独立是财务独立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啦 那我们再来研议看看 那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现在的设计是让这些委员 尽量都是来自第三方的这些公正人士啦 所以 主委 目标是这样啦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一些大财团财大四大 使用人又多 帮他们打点公关的也很多 千方百计 跟这些委员建立关系的方法很多啦 我来自法院你知道吗 是我知道 检察署的检察官跟法官 很多洁生之爱 但是也不能够完全不死人间烟火 他也有他的亲戚朋友啊 是 这个 会慢慢慢慢慢慢 这样想要影响进来的状况很多啦 所以 主要是主事者的自己的这个心态问题 那至少我们要把那一个制度上 你讲的说 如果是一亿多的经费 你们边来我们立法院可以支持 这在整个经费里面这算什么呢 他的比例是这么的小 但是如果能够维持这个机关的公正性 免得 发生非常多的送类嘛 因为你刚刚讲的保险公司 如果千房百计不理赔 他们最后就是走到法院去了 变成法院的负担嘛 各位 各位报告 其实钱不是问题你知道吗 尤其金管会有一个金融管理基金 那个钱是够的 假设大爱院支持这个方向 这个钱是没有问题 我个人是支持的 我相信我们民进党的委员是支持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今天报市上那边报道说 你有可能会变成 国民党的部分区立委 那如果这样来的话 明年我们有可能会变成同事 我是说可能 不是绝对我不是在唱衰国民党 因为如果国民党继续执政的话 你有可能继续当金管会主委 我只是说可能 很大的可能性 你会来这边跟我们当同事 那当同事的状况之下 基本上你这样的心态 我是欣赏的 而且我很希望你能够帮忙分担 很多的金融上被压迫的个案 因为虽然我们就 这个主管机关的立场 你是做制度面的改革 可是每一个个案 它都是一个微小的争议的需求 那如果你能够帮忙分担一些卡在的啊 雷曼兄弟在的层情啊 甚至TRF的这些层情啊 如果能够到你的将来的研究室去 请你主持正义的话 也帮我分担一些工作嘛 这些现在很多事都落在我身上 我压力也很大 所以我是说希望 你如果能够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既照顾制度 又能够回到个案上面来照顾个案的正义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对我们这个社会会有正面的帮助啊 所以我是抱着欣赏的角度在看这件事情啊 各位报告 虽然您现在在立法院 那我是在行政部门 基本上我们也是非常好的同事 是 所以我是说 希望你 我今天这个质询是对你是期许的 是 因为你抱持的这一贯的立场 从你要对于这个保险公司的精简 我看到的 你注意到社会弱势 然后在 法律经济地位不平等上面的时候 你要站在弱势的一方 一直到我跟你提到说 你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要照顾 你说的那一个 那个 那个 就是 要照顾消费者 这样的角度 回过头来就是说 如果你有天当立委 除了制度面的关照之外 那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是整体性的 那对个案的救济 如果你也愿意来帮帮忙 让很多的成亲人能够 百倍才对 各位委員报告 其实非常赞同你很多的理念 比如说 TIF 你过去一直 关照这个事情 所以 在这个 我们在 在相关管理过程当中 有些人就认为说 那会不会影响银行的获利 我的想法是 当它影响了消费者的权益 当它影响了金融稳定 获利 不算什么 其实他们讲这个都是很夸张的 你看你们的报表 银行一年的盈余是几千亿 全体银行对不对 是 你说TIF的争议能够有多少钱 坦白讲 最严重就是说全培 也不过几十亿的事情 但是 其实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讨论理念 银行业者有一个很大的先决的条件 他要把他的客户当做他的资产 如果你是以 去杀客户 然后去赚取这个银头小利的话 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相信 你不要说打什么亚洲杯 打国际杯 打台湾杯都很难了嘛 因为你杀鸡取软 杀自己的这些长期的客户 然后杀自己的这些长期的支持者 然后来赚取你在中间的这个佣金小利 我觉得那个是眼光短浅 伤害自己的百年大忌 我非常赞成委员的意见 所以我们在前天 才比照英国香港跟新加坡 邀请所有金融机构的高层 来签署公平待客原则 是因为你没有把消费者照顾好 只有把消费者照顾好 金融会才有办法永续经营 所以这个性质不简单 只约名无信不利 这是政治面的 其实商场也是啊 你是有大信用 你才能够世代经营 你才能够永续发展 如果你去破坏这个性 要去建立这个性质 可能要企业非常多代人 非常长久的努力 几年几十年百年的努力 可是你要去伤害这个商欲 要破坏这个性 恐怕是一年之间 只过到眼前的利益 没有想到长远的未来 我觉得这一点 也是在这个地方 借鸿今天跟你这样的对话 我希望说 其实我在我眼中 真正的成功的大生育人 绝对性质是放在前面的 绝对是保护商欲最重要的 尤其是金融机构 我以前在县政府服务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 有的案件 个案的陈情 我们一看 利弊很难拿捏 但是有的事情 我们却很愿意帮忙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人家 这个要盖个基督教的医院 或者盖个天主教的医院 要争取病床 这个连县政府都会动起来说 去帮忙争取 所以就是给人家感觉说 你做的是不是一个 对公众有利的事情 是不是一个对大众 不是有价值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子的基础之上 我想会得到多助 多方面的人都会来帮忙 所以今天因为时间很有限 一方面 我们互相勉励 大家在台湾做得更好 一方面把我们 希望这样子的理念 能够传达给 我们所有的金融界业者 谢谢 谢谢委员指教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那接下来我们请喜天才委员花员 谢谢主席 请教曾主委 好 请曾主委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其实也不是个人特别的见解 是一般广泛普遍 长期 所了解到的问题 台湾的银行 台湾的金融业 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子 预龙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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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的结果怎么样 台湾金融业 保护的结果怎么样 好 笑的出来吗 看世界前150大银行资产排名 台湾只有台湾银行一家 进入世界前150大 日本有14家 韩国8家 新加坡有3家 英国6家 中国17家 美国18家 韩国的8家里面 每一家的排名 都比台湾银行前面 新加坡3家 排名也是比台湾银前面 这是排名 我们来看 它的资产规模 台湾台银的资产规模 它世界排名129名 资产规模1404亿 那中国呢 最大的 中国工商银行 2兆8031亿 都是美元 台银的20倍 东京日链 三菱的东京日链银行 2兆7232亿美元 韩国的 这个排名 世界76名的新韩银行 3213亿美元 也比台银大 新加坡 新加坡 新展 排名83名 规模 2898亿美元 那我们用国家力量 现在说要并购 要合并 大家在谈 谈了几年了 政府最容易做到的事情都没做 来看世界 这些各国前五大 总资产 英国9.25兆美元 法国9.23兆美元 中国前五大 银行的总资产9.18兆美元 美国是8.84兆美元 日本是7.96兆美元 德国是4.88兆美元 这都是我用计算机 一加一加算的 韩国 这个1.1兆美元 前五大 这些前面的 这些都是上兆了 那台银 台湾的前五大呢 4000亿美元 比新加坡的前三大 7400亿美元 还小 然后来看他的资产报酬率 资产报酬率 中国前五大的资产报酬率 平均是1.58% 南韩的是0.67 新加坡是1.44 台银 台湾最大的资产报酬率 多少 台银 你要记住一家吗 多少 资产报酬率是不是 台银 大概0.7 0.8 0.2 他要把他一些政策性的任务 然后这个是 银行工会 李记住董事长 他 当银行工会理事长 他公布的资料 台湾银行业 前提 资产跟净值报酬率 2013分别为0.68 10.26 2014 高一点0.8 RO1 11.88 超过10的好像都是民营的 那国际一般的话要大于1 RO1 RO1 最好大于15 至少15 所以 为什么这样 规模小 利润低 为什么 总体环境 跟自己的经营 态势 有关系 自己的经营来讲没有特色 没有差别性 所以 市场重叠 恶性竞争 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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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竞赛 所以利差非常小 来 各国存放款的利差比较 你看 这个中国大概有3% 新加坡高达5%以上 台湾呢 是1.5% 这个趋势很清楚 那跟中国比 台商在那边赚钱给中国 那台湾的银行呢 放款给台商 但是赚到的 比中国银行赚到的还少 你看 来 这一张 这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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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追求利差的情人之下 你就叫他们出去 在台湾没有前途 没有借购 也没有借购 所以出去探紧 连银行都要出走 是不是难听一点 什么打亚洲杯 先往近的亚洲跑 不是这样吗 这很难听 但是 这是 这是要小心的 我们要坦承面对 是 就现在三年前 在这边 在这边 这张桌子都还没换 我说正手税 不要这样搞 正手税之乱 乱到今天呢 怎么样 唉 今天我不好意思问部长 都把部长当时讲的话 那个笑容 跟这一次又讲的话 把他对照 很不好 来 那这个结果 害死银行 金翻完的那个金 越来越小 来来来 看薪资 2012年 年资8年以上的经理年薪 比一比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上海 比一比 你看 那以这个中位数 这边有一个数字 这是美商 陶瑞 会业器 管 顾问公司 所公布的 台湾的这个管理部门 资深经理的薪资中位数 这是一般的所有的全体 包括银行业 各行业 各业 这个 比 日本 香港 北京 上海 印尼 还低 只有比 菲律宾 越来高 那以这个银行业来讲呢 更惨 银行业来讲更惨 怎么讲呢 中高层主管的薪水 台湾 大概是香港的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那现在中国呢 都比台湾高 而且中国有个政策 只要你在台湾薪水一块钱 来到我这里也是一块钱 哪人民币 你台湾 刚好你这边薪水一块钱 新台币 来中国 同样那一个工作 同样那个位置 就给你人民币 就给你人民币啊 用这样来挖我们的脚 我们的人才 你人才留不住啊 那总体的结果呢 我每一次跟你说 我们的金融业也是衰退的产业 漏的产业 你就是要坐 来来你看 金融业 对这个GDP的这个贡献 占的占比啊 你看 2007 2008 将近六以后 这个下来 四到五之间 好 那渗透力呢 我们来看这个各国人金GDP好了 好 这边没有表 台湾现在啊 这个2014年啊 是两万两千六百零五块美金 中国是七千六百九十块美金 香港是四万零六十块美金 日本是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三块美金 新加坡是五万六千两百八十七块美金 注意南韩啊 现在是两千 两万八千四百九十块美金 平均美元的GDP 他已经比我们高过六千块美金啊 好 高 又要高过中国平均每一个人的GDP啦 南韩啊 你看十年前二十年前 台湾看到南韩 南韩怎么讲 你们中小企业太厉害了 我们怎么拼都拼不过你们 现在啊 现在台湾对韩国怎么讲啊 比来比去啊 我们这辛苦都没有用 我们的政府比你们的政府差太多了 就这样啊 所以啊 你说要打什么杯啊 把新收回来 好好整顿台湾 跟台湾一起成长 跟台湾一起振作 跟台湾一起打拼 好好的检讨你们的放款跟投资车类 跟对象 跟福祉的产业 好 分年龄 四十岁以下的 来借钱 優先考虑 你不要他资格很好啊 排名排在后面啊 钱放出去以后 结果是七十岁的来借走啊 七十岁当然有资格可以借啊 认钱不认人啊 但是问题他 接下来的十年怎么发展呢 四十岁接下来的十年怎么发展呢 要这样看啊 谢谢委員的指教 其实整个金融会 比如说像GDP 我一直在讲喔 我们这个李董事长一直在点头 请把镜头对他 他一直在点头 他很有同感 他还为他所有同仁教苦啊 薪水这么低 怎么跟你在拼啊 各位报告 其实 您看这GDP 最近三年还是有往上 这些都不要讲啦 你要打亚洲杯 把策略拿出来 把方向拿出来 至少你跟台商先研究 东南亚台商有多少 他们跟我们的产业关联 我们的金融业关联 这个有多少 然后从那边着手 然后让他 评估他 包括他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力 我钱一倍给你 你能够打 打赢几家企业 这样一家一家辅导嘛 派几个人专门专员 你就专门去负责五家厂商 一年的成绩给我 这样全部出去啊 五百多位金管会的博硕士 连一件研究案都没有 五百位的博硕士 出国的有几个 出去就出差就要考察就要花钱 为什么不出去赚钱呢 这些都是实务上喔 不用在大学 不用在博士啦 不用在博士啦 不需要博士啦 只要博士 跟人民站在一起 知道那些人的需要 身份和博士 但是了解自己的博士 不要搞舞弊啊 不要把鼓劫啊 不当他请客啊 跟委员报告 沒有搞舞弊啊 沒有搞這個 不會啦 謝謝委员指教 謝謝 我問多少你不知道要怎麼答 沒有問題喔 一項一項我來答 你答好你來來來 每一項都可以答 只是因為 剛剛委员講太長啦 我尊重喔 比如說你說GDP往下降 我這麼多資料 我都沒辦法公佈還講太長 謝謝 因為比如說你說GDP往下降 其實這最近三年都往上成長 謝謝啦 謝謝委员多指 波動那個有什麼意義啦 波動一點點有什麼意義 講什麼講啊 看趨勢啦 看趨勢啦 我們的GDP喔 我們的GDP跟韓國比起來 已經差六千塊美金了 用這六千塊美金 來看你的金融的貢獻 你能差多少 能贏多少 你還不得對 不得有沉浪 不得有意義 對不對 你把這個經濟整體 高產了 再來說 我對經濟的佔比 我的資產 資產也有什麼 也有房地產 房地產暴漲啊 生產率降低啊 我沒有把經濟高產了 價值沒有下降啊 但是你對GDP的佔比 就提高了 要玩獅子遊戲 有什麼意義 你說我講得太長 我直接沒講得清楚 謝謝謝謝 你站在那邊站不得我告訴 謝謝 因為這些資料都很清楚嘛 對對謝謝 我們存倫啦 我們墮落啦 齁 我們真的 開始要裝盡自強 這樣而已啦 有啦 我們過去兩三年年 很自強 也很努力在做 我希望喔 他要站在那裡 你站在那裡 你站在那裡站在那裡 比較厭 我希望他要的主席 一個人都半小時 問他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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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他會不會不會 問他會不會不會 那些傾斥的 我說給你聽 你再說太久 沒有啦 我不是說太久 我不是說太久 謝謝 謝謝我兒子教 我來講的 對不對 我身體分析 你看要怎麼看 這是初步分析 身體意義出來的話 很敬佩為人 這個深入的 不要談敬佩啦 大家都在賣我們 這個政府 政府就包括五院啊 這個政府 這個政府 不會啦 委員沒有人罵你 沒有人罵你 有啦 沒有人罵我啦 沒有人說讚許之聲 讚許之聲 真的有人罵我啦 是是 別說我比較嚴重的啦 對你小客氣啦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 賴世保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先進 先請一下金管會的曾主委好不好 好 請曾主委 你好 你好 是 這個你確定要來做立委了嗎 給委員報告 就這件事情喔 我真的沒辦法評論 謝謝委員 不過會謝謝委員 過去很多業務的支持 跟很多的協助 謝謝委員 這個是畢業感言 沒有畢業 沒有畢業 準備畢業感言 謝謝委員 謝謝 我們叫pregraduate 謝謝 畢業前講話 所以這個主席 要多拍他幾次來喔 他明天 我不知道啊 明天如果一公佈 你是不是很快要遲掉了 還是可以不要遲 跟委員報告 這個假設性的問題 真的沒辦法評論 謝謝啦 我歡迎你來當同事啦 是是是 謝謝委員 只是你要習慣 你以後就站在這裡 不是站在那裡 位子不一樣喔 是 謝謝 那個 那個feel也不一樣 是是 feel也不一樣 我想 我想你進來一定是 一定是在財委會的啦 這個可以讓你發揮啦 舞台不小了 不過我只是好奇 你怎麼去執行張部長呢 來張部長一起來 好請部長 委員好 市長部長 那個假設情況當然 要存在 這個 這個是有機會 但不是沒機會 我不知道怎麼問啦 好 我說這個會 很有趣的一個畫面 就變成說 我們曾明中主委 變成曾明中立委 然後站在這裡 然後問你 你回答他 他曾經跟你同事過 你當部長 他當次長嘛對不對 你們共識經驗很長 那這裡面拿捏 當然這個問題是 是曾主委要去頭痛 不是你頭痛的啦 對不對 部長 要不要回應一下 其實 就事論是沒有什麼好頭痛的啦 他問什麼 就事論是我就打什麼 我們是好朋友 但是呢 就事情來講 我們就論理了 就你的看法 曾立委一定是好立委 我沒有聽懂委員的問題 我說曾明中立委 以後一定是好立委 表現一定 好立委是嗎 好立委 他就是主委變立委嘛 對 好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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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立委是五話 好這經典的這個實在 好這個 這個兩位啊 我想不管怎麼樣 像曾 曾 曾主委啊 現在不知道怎麼稱不為 曾主委 曾立委搞不清楚 這個 這個 外面所關心的 鄭所歲的 這樣子一路的心路歷程 先請叫曾主委好了 你看法怎麼樣 呃 跟委員報告 首先要謝謝 呃 尤其是賴委員 還有 呃 在座的 呂委員還有 謝委員 支持這個案 當立法院昨天匯除 能夠 消除 這個不確定的因素 讓股市 回到正常的機制了 這是第一點報告 第二點報告 其實立法或者是相關的法規 必須與時寄進 啊 所以因為這三 這三年來 其實整個 國內外的 政治金融情勢 有重大的 變革 所以立法 或者相關的法規 也要與時寄進 啊 再次謝謝立法院的 啊 這個 完成三讀 謝謝 好 我們的中部長要不要講一講 你的 你的感受心得怎麼樣 不要講一下 啊 我想 就 其實 就是 民主政治的結果啦 事實上 那我101年6月4號 被曾召上來當部長 那一天 八點接任 九點 就 就在這邊 財委會 省到晚上十點多 從十幾個版本 濃縮成那個版本 所以我想那個版本 後來就不斷地散後 不斷地修正 這個 這個 不斷地各界有爭議 所以我想說 政所稅在我國應該 未來 對這個應該要更周遠更審慎了 對 有人說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 這句話你同意嗎 我覺得沒有什麼錯不錯誤啦 那應該說 民意或者是局勢變化很大 這三年 三年前公平的附身很高 所以證券交易所都沒課稅 那這三年下來 當然 結果是影響到股市 或者影響到相關的發展 那經濟的局勢也變了 國際的局勢也變化很快 我們只能說是與時俱進啦 好我要提的是 我回顧整個歷史了 其實剛開始要課的時候 幾乎所有的相關的這個部門的官員 不是只有一個兩個 幾乎幾乎一面倒都反對 幾乎是這樣子都反對 我看過去歷史這樣 送到程序委員會 還被執政黨的黨團把它退回去 這代表一開始黨團也是非常的保守的 非常持非常保留的態度 那後來因為行政部門 他意志很強 而且那時候的時空 是支持課這個稅的 不管媒體的報導 或者這個民調 這個 影響的民調也都是支持 過半的人支持要課這個稅 那時候情況是這個樣子 那國民黨團接手以後 其實那時候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 是萬萬不可行 所以 國民黨立願黨團是 費盡心力 費盡九牛奧府之力 慢慢的跟 部長好好的溝通說 那樣子沒有辦法做 那樣子整個資本市場 完全被破壞掉 所以國民黨團是 站在這樣的角度 在幫忙行政部門是善後的 到後來你接手的時候 才有低板出來 我們低板出來 就記得那時候社會反應是不錯的 社會反應是鼓掌的 是正面的 當然就是你剛剛提到的 這個社會 任何一個社會 任何一個國家 國際局勢 全世界都一樣 一個公平 一個效率 這兩個之間 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點 是非常困難的 在那時候 不管修了一次版本 兩次版本 基本上也都是呼應民意的 到最近 當然最近的情況 因為我們突然的第三季 是負的嘛 對不對 GDP是負的 然後看未來的經濟 非常的嚴峻 然後全球的經濟 還是很不穩定 特別中國大陸 經濟在往下的時候 這個時候 費這種稅的附身就很高了 所以也可以這麼講 立法院基本上是 聽到了民意 聽到了民聲 我們不能講說 政所稅要扛起所有的 這個資本市場 就看政所稅 政所稅一費 他漲 今天也沒有漲啊 我看 對不對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剛才這個我們曾主委 為了曾立委 就不斷的強調一點是 影響資本市場的因素很多 政所稅是其中之一 這是大家公認 他是個干擾因素 我們只是把 盡量把干擾因素 把它降到最低 所以把這干擾因素拿 拿掉 回到他原來的面貌 因為他畢竟千文之三 按照現在最新通貨版本 他跟政所稅是有連動的 這兩個連動的意思 就原來的 包括彭安蘭總裁 包括郭萬榮前部長 都有講到的 那一句話 雖然那一句話 這個張部長一直不同意的 但是曾明中主委 也講過那一句話 叫做政交稅 裂涵正所稅 這是講的一般的白話文 大家比較聽懂的 學理上呢 他就是不能用這樣講 可是他可以用連動這樣的角度 就這樣子 我剛才這一番的講法 請問張部長 你是不是可以同意 是 大概就是整個故事 我們要還原過去的歷史 他不是一個說 哎呀 這是一個 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是很錯誤的政策啦 等等的 就那時候的時空 跟現在的時空是不一樣的 現在時空是非常非常的嚴峻的 現在時空是看到未來的五年 是大家一般來講都看都蠻辛苦的 這部分 曾主委要不要講一下 這部分就剛剛委員提到了這些過程 還有當時的環境 其實我完成贊同 剛剛您所歸結的這麼一個結論 跟過程 非常贊同 我請教張部長 外界一直講說 因為這樣子 我們讓我們國家的稅收 損失多少多少多少 這樣的講法你可以接受嗎 這樣來我一直在講說 股市動能的衰退啊 正所稅不是唯一因素 過去講過很多 因為國際 他說國際經濟的因素 國內經濟的基本面 都有影響 但是它有影響 只是說這個沒有辦法切割 那外界都歸咎於這一點 所以不是因為正所稅 而全部是它的原因 如果是全部它原因 那就代表說正所一拿掉 全部就要回來才對啊 但是又談到 現在又談到說有國際因素 有國內因素 可見它的影響是很複雜的 對 就是就我剛剛所提到 影響因素實在太多太多了 不能夠只歸咎於一個因素 稅收的減少量的減少 也不是只有因為它 可這樣子太簡化的說法 太簡化對它並不公平 最後一個 我只有提一點 對於公股行庫 我算一算台銀土銀兆風 總共有1249家 本來想要請所有的董事長 沒有時間 請問我提過 總質詢的時候提過 行政院很快的善意的回應 就是能不能夠 你們也答應 盡快的設置 設置充電器 充電站 讓年輕的朋友 到我們的公股銀行去充手機 那個電費非常少 一次大概不到一塊錢 很快的可以嗎 可以做得到嗎 有那個院長在總質詢的時候 有當場答應 所以可以研究 但是現在不知道 現在已經確定了 確定了 確定了他要做 他要做 目標要做到一萬樓 你們公股行庫可以 公股行庫可以 我們了解一下行政的決定 哪有來配合 你們我覺得你們可以做 你們可以做 絕對可以做了 就是在部長一聲令下 就可以做這事 好不好謝謝 謝謝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盧俊英委員花園 主席請張部長跟曾主委 好 請部長跟主委 請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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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資深委員 你們兩位都是傳奇人物 張部長 你是台灣的税制史上最傳奇的人物 比郭婉榮劉毅 兩位部長母女黨更傳奇 那麼政所税這次開征 之前開征的時候 你已經退休了 那劉毅如部長臨時請辞 我那時候當主席 那結果呢 你是請辭的人 告老 不是 你是告老還鄉的人 竟然臨時把你請出來 接部長 來開征正所税 這是第一個傳奇 一個已經退休的人 重新回來當部長 第一個傳奇 第二個 你也創下台灣税制史上 開征跟廢除正所税同一人 比他們兩個部長還傳奇啊 所以我不曉得你自己啊 創造了台灣税制史上的兩個傳奇 你有什麼樣的心情跟感想 充滿著感謝 就是第一個 如同委員講的 告老還鄉了 還能夠出來服務社會 很感謝 第二個就是 在這 第二個會再開征又會掉 可能一是因為我任期太長 如果任期夠短就不會了 第三個也感謝任期因為很長 所以也讓我完成了財政捐權方案 跟房地合一顆稅 那接著我要談 如果說要談心情 如果這個方案是我嚴你的話 我當然 現在講這個 不是有什麼推託 我可能 因為這個方案我可以說 我完全沒有智慧的余地 我也很知道 我六月四號接任 八點接部長 九點到財委會來 到晚上十一點 那個方案就定了 所以那個嚴你的過程中 我一天都沒有參加了 那像財政捐權方案 我嚴你了六個月 房地合一顆稅方案 我嚴你了八個月 所以如果這個方案 我會更周延 那開跟廢 都由不得你 你會不會很感慨 只能說就是感謝 不是感慨 就是這美好的帳 有參與過 就是這樣 那這個曾主委 您也很傳奇 我在當省議員時候 你才三四十歲 就接下省府二科的科長 主管八大航庫 那時候八大航庫是省政府 那時候斥扎一時 那個時候 掌握八大航庫的二科科長 不得了 後來因為廢省 你又轉到中央來 進入中央 當到今天金管會的主委 現在呢 也要從主委變立委 那剛才 賴世保委員是 國民黨的大黨編 我是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我現在就給你證實 恭喜你 當選立法委員 而且你比賴世保跟我啊 還更早當選 我跟賴世保現在因為選區 還在奮鬥當中 會不會當選 不曉得 但是 你不但當選 而且在保障名額之內 而且在很前面的名次啊 你已經當選了 那你能不能發表一下 你的心情感想 你也是傳奇人物 你也是傳奇人物耶 我要利用機會 謝謝委員 從 謝謝我們跟提名嗎 謝謝委員 早在 省議會期間 就給我很多的指教 跟照顧 我要表達感謝的意思 另外 跟委員報告 我也知道 委員也已經當選了 所以你間接證實 你也當選 你說你也當選 那也的話 就表示你當選了 不是 我是證實啊 委員很快就會當選 不過就這個事情 我真的到現在為 我真的沒辦法評論 謝謝委員的支持 謝謝 好 我幫你證實了 那接下來 王院長昨天晚上 在臉書裡面講 對政所稅他的評論是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 這是一個非常嚴厲的指責 那我不曉得 兩位部會首長 你們是剛好是主管 政所稅的 剛好兩個主管 那我不曉得 你對王院長的 這樣的一個指責 有什麼樣的回應 張部長 他這句話 當然 如果單純的 不講政所稅 單純這句話 當然 這是很多人講過的 可以說 治理名言了 那就 政所稅來講 剛剛賴世保文也諮詢過了 其實是時空不同了 可以說 三年前的環境 跟現在的環境不同 可以 只能這麼講 所以 用這句話 並不是完全很適切 那 曾主委 跟委員報告 兩點報告 第一點 非常謝謝王院長 最後支持 讓政所稅能夠匯職 讓這個不確定因素能夠消除 所以我也表達感謝之意 這第一點 第二點 立法 因為立法院是民意的最高主管機關 那立法的結果 最後是反映當時的時空環境跟民意 所以三年間 立法是當時的民意跟當時的時空 昨天把它匯除了是反映最新的民意跟現在的時空 我們表達這樣的意見 謝謝 謝謝兩位的回應 我剛才在外面接受記者訪問 我的回應是 錯誤的政策固然比貪污更可怕 可是華人還有一句名言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錯誤的政策要去糾正它 需要很大的勇氣 也要有具體的做法 所以我說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如果它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當然 從你們兩位來講 未必如此 時空環境不一樣 不過更重要的是 台灣的財經 我們要往前看 向前衝 不要假借檢討之時 行鬥爭內耗 那對台灣的財經 對台灣的人民 對國家沒有幫助 我們更重要的是 今天如果已經 已經矯正政策的話 那大家要不要把握機會 向前衝 所以在這邊 我們也呼籲 張部長也呼籲了 大戶應該要回流 如果說大戶沒有回流的話 那表示過去只是 假借正所稅的一個借口 那還有其他原因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要請教這個曾主委 大戶現在還有五六百戶沒有回流 那麼這個呢關係到千億以上的量 那所以你預估這五六百戶 大概多久之內多少人會回流 那政府要不要去拜訪他們 跟他講說當初這個理由是你們講的 如果今天已經改了 你們還不回流的話 那就是別有居心啊 曾主委 之前委員指教 立法院已經匯除正所稅 所以不確定因素消除之後 我的看法是大戶 到第三季是六百四十八位啦 我相信會陸陸續續會回流 我們也會透過建商工會 還有大建商 來跟這些大戶做說明 那這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 第三季的財報已經公佈 到第三季的財報 它的獲利是一兆五千一百一億 跟去年成長比較了 跟去年同期比較成長百分之六點五 其實上三位公司的獲利是相當亮麗了 所以我也呼籲 不管是國內的投資人 或是國外的投資人 或是大戶散戶 其實上四個公司裡面 也有很多值得投資的對象 你剛才回應我說 你要積極請他們喝咖啡 拜訪他們 請他們回流 那你有把握是多少人 多少戶 那多少量 大約 多少人 我相信我們 因為有時候跟委員報告 那個錢出去了 要回來 要有一定時間的安排 所以我相信他慢慢會回來 但是就整個總體交易量的部分 我相信今年 日平均交易量 一千兩百億沒有問題 今年底以前 現在是十月 你覺得今年底 甚至十一月以前呢 對 你覺得十一月以前可以達到 十一月以前 到現在已經 日平均交易量 已經有超過 一千兩百零八億了 但是我相信明年 明年我相信 基本上可以擴增到一千三左右 那這五六百人回流 一半以上有沒有問題 要陸陸續續 我在想 因為錢出去 你他也要時間做安排 至今回來要做安排 是 是 最後一個敏感的問題 有人說這次證所稅 不是用原來的國民黨版 而是整個廢除跳 有人說是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朱立倫主席發威了 因為原來那個版本 並沒有完全廢掉 他只是一個零點零五 一個零點零二五 那所以呢 最後會忽然轉折 採取這個版本 那就有人在講說 因為第一個 朱主席他本身是財經專家 那第二個呢 他有他要走自己的財經路線 所以呢 他在接受訪問 他就表示說 他認為應該要廢除 這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那結果因此啊 急轉直下 整個昨天表就把它廢除掉 那你們兩位能不能評論一下 是不是朱主席 那麼他本身 他的這個財經政策 獲得輿論的支持 導致風向的轉變 那第二個 有人簡短就是說 朱主席發威 這個張部長 我想他身為黨主席 又身為總統候選人 他的言論當然影響力很大 所以到最後上個禮拜五 國民黨團表決 才會廢除的多數通過 所以一定有他的影響力 是 你也證實了 然後曾主委謝謝 是我也贊同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朱主席他對財經方面 有非常好的專業 那另外我們在提黨團的時候 大部分的國民黨立委 也贊同這個方向 所以才有促成最後 採行這個版本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您的委員發言 請 主席 張部長還有曾主委 是不是也特別邀請兩位好不好 好 請曾主委跟張部長 主委 還是要特別恭喜你啊 我相信我今天是看到媒體啊 其實這一次下一屆的國民黨不分區啊 我認為說你在這方面是 受到我們財委會很多委員大家的肯定啊 因為你在財委會裡面的表現 尤其很多政策的推展制定啊 那這個希望你能夠很順利啊 能夠做為我們大家的同仁 那你有沒有什麼感想 兩個跟兩點跟委員報告 第一點是謝謝委員過去 對我們金管會很多業務的協助跟指教 這第一點 第二點有關部門區的部分啊 到現在為止我真的無從評論 謝謝 我了解 那個部長 我請教你齁 我們現在是不是那個 有在標那個電信的那個試機啊 是不是 有沒有 應該是 我們今年一百零五年度的預算 就沒有編這樣的收入 沒有編 對已經沒有了 規費收入所以大幅度降低嘛 大幅度降低 對對對 這樣齁 好 那主委我再請教你齁 因為十一月齁 的無薪價人數 創三年來的新高 那經濟部表示啊 電子資性業 包括金屬基電業齁 這些廠商啊 無薪價比較多 那主要是廠商希望能夠度過 這波的不景氣 那請問 上市會公司 這些無薪價的狀況 金管會有沒有清楚的去掌控 有 有在調查 那無薪價持續的攀高 是不是代表我們景氣還沒有到谷底 所以說廠商 才位於籌謀 跟委員報告 其實 上市上貴有一些低潤的廠商等等 那其實無薪價來講 其實相對是不多 跟委員報告 其實 相對於整個景氣 不是那麼好 但是 上市上貴公司 跟您報告 第三季的財報 昨天才申報完成 前三季的獲利 上市上貴總共是一兆五千一百零一億 稅前是一兆五千一百零一億 跟去年同期比較 成長了百分之六點五 其實上市上貴公司 總體來看 獲利其實相當亮麗 這樣齁 主委 因為勞動部公布說無薪價統計 到十一月中為止 全台灣無薪價的人數 比起上個月 無薪價人數 一千兩百一十八人 增加了 將近三倍 增加三倍 請問主委 就您所瞭解 這波無薪價 到底是 個別公司的狀況 還是特定產業的 這個寒冬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 我的看法是 個別產業 因為 假設 整體看 很慘的 很不好的話 就不會有 上市上貴公司的獲利 還有百分之六點五的成本 所以總體來看還是不錯的 那 趙主委 那個部長 你看趙主委 講的齁 你認為說 未來無薪價 會不會像疫情發生一樣 這個擴散到 各產業的層面上 報委員 這不是疫情 它也不會傳染 賺錢的就是賺錢 所以我們雖然外銷衰退 但是也有產業別的差別 所以並不是說全面衰退 不是全面衰退 因為吳金價 在本期看起來 因為你要是景氣不好 它會一直擴散 那擴散的話就像疫情一樣 當然本期可能只是多慮 但是看到媒體報導說 華映 華映宣布說 將執行14個月的無薪價 一直到明年年底 影響人數超過2500人 說實在話 這個多數人 其實應該多數人都心有同感 那這個從華映的這個股價和淨值來看 你認為這個公司還撐得下去嗎 主委 你的看法 這家公司主要是做面板 那最近因為面板的不是那麼景氣 所以這完全是個別公司的問題 那你認為要是說這個環境持續惡劣 公司又看不出有重生的機會 短期內會不會下市 因您看 出不看應該還不至於 還不至於是 主委 因為上市公司一張股票 剩不到700塊 那淨值也只剩下0.9元 那請問這樣的公司你認為 到底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我相信D-RAM它有一段的景氣循環 其實過去前幾年D-RAM或者是面板也都很慘 但是前一兩年其實還不錯 但是最近半年又轉 整個景氣又轉差 所以不過他們假設能夠撐過 這個比較不好的時期 有時候當景氣來的時候 它有辦法緩轉 可以做更好的經營 謝謝 那個主委 因為我剛剛所講的就是華映現在的狀況 但是它股本有647億的華映 這個要重生 你認為有可能嗎 出不看了 就是當然它目前經營很辛苦 那像它的大股東也正在做相關的 自救的相關的措施 那你認為像華映這樣的類型的這些股票 有讓人危機入市的這個價值嗎 因您看 我相信像華映現在的情況的公司 究竟是非常少數啦 大部分的商商公司 其實如同剛剛給您報告 獲利也不錯 那很多是值得投資的對象 這樣齁 那個 部長我看你請回好了 我來問主委就好了 好 部長請回 主委 是 因為今晚會協助國營打亞洲盃 現在已經進入最後一個階段 重點是在促成各國監理合作 那請問國營打亞洲盃的這個優勢 是不是有不可取代性 各位委員報告 打亞洲盃其實有幾個優勢 就是其實我們的金融的發展 相對於亞洲地區的其他國家 有一定的優勢 那另外就是我們海外的台商非常的多 所以另外地區也非常的相近 所以我們大概有以上的三項優勢 那比較不好的是我們 我們跟其他多國級的銀行來講 我們的品牌還有我們的規模是不過大 謝謝 那個主委 為了提升與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 亞洲盃的併購速度是不是應該要加快 跟您看 沒有錯 這個就是我們真的是希望加快 但是過去不到兩年 現在已經有變購25個案例 那以後我們會強力加速來推動 因為時間我認為 我認為大概能夠強化變購的時間 大概也就是三到五年 這三到五年過了 就沒機會了 主委啊 因為中華信平資深副總裁啊 這個張書平說 包括銀行啦 保險啦 證券啦 這些在內的國內金融業者 資本條件等體質 相較亞洲同業這些還算不錯 那可以上場和亞洲盃金融同業比賽 那台灣金融業打亞洲盃的勝算 有五成 那請問我國金融業 有人力併購體質相當的外國金融業嗎 沒有問題 比如說像中國信託 到日本就買了東京之星 那那個國代四華 也到印尼去併了一家 帕達亞的一家 印尼的非常大的銀行 也買了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都有相關的個案也還在進行當中 那你認為要是說 對於這些體質比較差 外國的這些業者 你認為國內的業者 併購時要注意哪些問題 跟委員報告 當然他要做好這個資產的查核 那要看清以後這個市場的未來發展的趨勢 那當然也要充分了解當地的企業文化 很多的文化不一樣 要進去經營會是很困難 謝謝 主委 因為打亞洲盃就是要面對亞太市場 新的營運挑戰 那例如啊 泰國啊 印尼啊 菲律賓 這個柬埔塞 以及越南 當地的經濟風險啊 或產業風險 均啊 比台灣高 那請問併購方式如果不採現金 那麼主委你認為哪些模式 可以降低風險獲得最大的利益 第一個我相信現金啊 或者是甚至策略聯盟都有可能 或者是股份交換 都會是可行的方式啦 那或者是合資 比如說像印尼最多賣出來就是 百分之四十 那可以從比中二十開始 慢慢的在一段時間之後 再增加股份也是一種方式 那你認為他亞洲會不會遇到中國的主力 這個也就是金管會反擊的一個原因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的金融機構 還沒有大幅到亞洲地區來併購 我的想法是哪一天過兩三年後 中國的大型的金融機構到亞洲來併購的話 那我們真的買輸人家 到時候買都買不到 那如果要是遇到他們的這些主力怎麼樣 你認為要怎麼樣去排除 所以我們大概最重要是 我們金管會要打亞洲杯的政策 讓所有金融機構了解非常的清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法規已經不管是修法 或者相關的規則也都修得很明確 第三個就是這些金融機構在外面打亞洲杯的時候 假設碰到有什麼 有什麼需要我們金管會協助的地方 金管會的權力協助 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已經跟人家簽約了 那錢要匯出去 有時候其他部位還會有意見 金管會也就會站出來來協調 讓他的錢能夠很順利的匯出去 參與亞洲杯等等 這樣齁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賴政三委員發言 主席我們有請曾主委 好 請曾主委 主委 主委你好 是 首先恭喜啊 這個今天報紙說你要那個 擔任國民黨的部分區第二名的立委 那這個 但是我想先我們先回顧一下 上一次的我們的質詢內容 很多媒體都報導你要擔任這個 國民黨的部分區的第一名 怎麼沒有聲音 好 謝謝 時間重新開始計算 好 謝謝主席 好 謝謝 很多媒體都報導你要擔任這個 國民黨的部分區的第一名 這個主委對這件事情有沒有什麼看法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我沒有聽說 沒有跟我接觸 我是靠看到報章雜誌才看到的 不是 我可以預期 因為這種東西 這個沒有到最後誰都不會承認 或者是也不會說做這個 我是真的沒有人來跟我接觸 如果說到時候有的時候你的態度呢 基本上我的想法是 不管你說我也沒有黨籍喔 那我沒有黨籍 那其實我覺得也沒有人接觸 那我沒有這個 就這個問題表達意見 其實是不合適的 謝謝 好 那個主委對不起 可能這個是 沒關係 我們這個議事人這個聲音 我還想你那邊可能聽的不是很清楚啦 沒關係 那我剛才整個主要內容 我助理整理出來 是上一次我質詢 也是對同樣的問題 但是你的當時的答案是 一開的火刃啦 現在今天突然又變成是事實 這一部分是不是請主委你回應一下 是不是事實 言之過早 因為我到現在就這個事情 我沒有評論 到現在你還在講說 沒有評論 沒有評論 真的沒有評論 沒有評論 那主委等一下 我這個只是引言而已 我下面還有一個問題 沒關係你盡量問 這個你要知道說 如果說你要 我想一個政務官一個政治人物 最重要的就是你講的話 人家會拿出來檢驗 我希望沒有問題 委員都可以來檢驗沒問題 這個在上一次的時候 你是一開的火刃 你是認為說不可能 你們沒有這件事 那今天突然變成有這件事情 你說沒有 那我想我順便把第二個問題 根據國民黨的說法的話 他們的不分區立委 是也是安排 跟我們台聯黨應該是安排兩年 做兩年 然後後面是要再繼續培養 是要選縣市長的 那主委你如果是在第二名的話 如果按照他們這個邏輯 你應該是兩年後 是不是也有可能去選縣市長 那主委你這個要不要回應 還是說跟上次一樣再來火刃一次 我的理解喔 其實他 當然這由我來講是不合適 因為 我相信這個對國民黨的相關的規定 這個事情跟你自身有關 除了你以外 沒有誰可以替你回答 對不對 這種東西是跟你個人的意願 個人的生來規劃有關 你說你不合適那誰合適 就我的理解啊 他有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有專業的部分 他沒有說要培養去當立委 那個縣市長 不是 他有安排其他的規劃 那但是 你現在如果是按照媒體講 你是排名第二名的話 這個應該是屬於在他們的範圍裡面 那你自己 你自己 只要就你自己的部分 你個人的意願 或者是這件事情 我不希望說下一次 人家就拿你的影片再來 來這邊問你啊 沒問題 下次委員可以再拿來問沒問題 但是就這個問題 委員我真的沒有評論 你沒有評論在這裡的話 我在問你 我是對於上一次你自己 還有錄影帶為證 你當時你講的話 現在跟你講的話 有沒有出路 一點都沒有出路 都沒有出路 邏輯也沒問題 你認為說今天的媒體講說 你要排第二名部分區 這個是不是事實 你如果說沒有 我沒有講 我說我不評論 真的啊 哪裡有 主委 你現在還是主委 我們現在是在立法院的質詢台 是啊 對不對 那委員本來就有質詢你的前提 你說 對啊 但是就這個問題 我的答案是 真的 我現在到現在無通評論 我不是叫你評論 我是問你說 有沒有這回事啊 那我就您的問題 我認為說 我到現在為止 我就這個問題 沒有評論 這個主委 你不要以為說 這樣子就 其實 我在這裡立法院 問你這個身份的話 不是說 只有說 問你個人的事喔 因為這不是你個人的事 你知道 你是軍管會的主委 當然 你管的是我們多少的上市公司 你下面還有 你管這麼多 那你要去的是國民黨 國民黨有多少的黨產 那你在這裡面 有沒有這種利益衝突的問題 有沒有超然獨立的問題 跟委員報告 你現在 你不會跟我講說 這個你也沒評論吧 跟委員 當然沒有評論 因為委員你談的是 假設性問題 我現在還是 經管會主委 才有榮幸 接受你的質詢 對啊 你就是因為你是 經管會主委 我才會問你 今天如果說 你已經不是經管會主委 當然我不會問你啊 是 我現在就是因為你是 經管會主委的事務 我問你說 你現在是要去擔任這一個的話 有沒有這種超然獨立 或者影響你的這個 金融的監管的這種 身份的行為問題啊 我問的就是因為你的身份啊 你如果今天你不是經管會主委 我幹嘛問你 是 所以我很榮幸接受你的質詢啊 對啊 你只是說 但是問題就是 你提的 你提的是 到目前為止 還是個假設性問題啊 到現在是 還是假設問題 是 那 所以這件事情 我還不評論啊 不是啊 你哪一天說 我真的 因為我說真的是假設性問題 我說真的 到現在 奇怪 這立法院在問的問題 你就一切把它講說 這是假設問題 那如果說 如果說 我們很多預算 很多的質詢 你都把它講說 這是假設問題 跟委員報告 那講一下 你以後你有可能 換你換來 站在那邊問別人 你什麼都用你這樣講 這都假設問題 你都可以拒絕回答 跟委員報告 我跟你報告 我能不能緩問 我現在是立委 你不可以緩問 不可以喔 你不可以緩問 你就是 就我問的回答就好 你不可以緩問 那我跟委報 我現在 等明年你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你再來問好了 你現在不可以緩問 好好那時候再執行委員 可以啊 那時候 那時候你先假設我當部長再說好了 因為 如果你是立委的話 搞不好 我只是 我只是一個學校的老師 你要執行我什麼 這個 不是執行的 跟委員討教 跟委員討教 我們還是回歸到 到原來的話 從這裡面 第一個問題 這個影片 你所講的話 抱歉 剛才可能 以你我是假設 你沒有聽得很清楚啊 你有沒有 對於你 你當時所講的 現在 情況有沒有變化 你只要說有或沒有 跟委員報告 你當時講 我說不可能提名 沒有人跟我接觸 我講的是事實啊 那 你可以把那個日期 我那個講的事實啊 要不要叫我把 我助理他這個是 因為時間關係 他把很多 那時候你講的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這樣子 那時候你要講 你個人怎麼樣 你對這個 沒有興趣 沒有怎麼樣 沒有意願 這個 要不要我把那個什麼 其實這個 我們立法院的影音檔 公報處裡面 都有完整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 第二個 第二個我的問題是說 你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跟你的現在的工作 我們有一個很強烈的擔心說 一個金管會的主委 跟這個國民黨的黨產之間 有操覽獨立的問題 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 我衍生要問的話 國民黨他們講的是 兩年後的安排 那我們想要 這一部分啊 這個要請主委發表意見 我的問題就是這三個啊 我的理解啦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國民黨好像沒有上市上位公司 也沒有金融業 我的理解 這第一點 回答您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 選不選 可以跟你報告 這個 那個也不是 我的理解是 他的設計裡面是 有一部分 是以後要安排去當縣市長的 跟前面這些專業的考量 是完全不一樣 謝謝 這個 主委 是 其實 安任立法委員 這個也不是什麼丟臉的事 這個有機會來做一些事情 這個也是很好的事啊 我沒有 我 而且這個參與這些政治 這是每個人的參政權 我也沒有說 你不可以 但是我只是要講的是 有很多的是 因為你現在在工作的身份 好 那我們人民會有一些疑慮 或有一些想法 我透過這裡的話 跟你提出 這個 你不要以為說 在這裡說 我們反對你參 其實 這個 你從 從一個職場 到另外一個職場 或者角色變換 有另外的一個貢獻 這個不是壞事啊 我自己本身 我 我當校長 我來當地方委員 也沒有什麼不對啊 其實你是從主委來換個跑道 我們擔心的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說 剛才我講的那幾個問題的疑慮啊 然後再來的話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 或許 或許也是一個 這個 或許也只是一個參考啦 昨天 你剛才一直在強調專業的 這個專業 我昨天我們在那個宴會 那個證所稅的時候啊 有一個畫面 我個人是覺得是最難過的 我們的曾巨威委員 曾巨威委員 曾巨威委員在我們財稅界 其實他也是大老級的人物 以前大家也都是好朋友 但是我昨天看 在議場裡面 他一個拿著牌子在那邊跑來跑去啊 這個 這個有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一個 我們 我相信我們很多人都是曾巨威委員的 的學生都有很多 他看 他拿著一個牌子在那邊 那 這個 專業性的話 到國民黨去 這個有的時候 會不會很重視或 會不會淪落像曾巫妍這樣子的一個 其實這一點來講 倒是 我在這裡也是 也跟你提醒一個 也是要努力要注意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指教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李應元委員發言 主席 大家早 我們 金管會和財政部各位財經先進 大家好 主席我請兩位首長張部長和曾主委 好請部長跟主委 兩位首長好 我想 正所稅啊已經一個段落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 以這個 整個會期都在財政委員會 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大的遺憾 所以說是造成幾方面都輸的一個狀況 我希望我們能夠記取這個教訓 所以我認為也不要輕易的說 這個就會股市上萬點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是 一般股市就盡量不去講它 但是這樣的話 因為一直我們都認為正所稅不是唯一的因素 對於正經濟 所以 犯錯就是改正過來 我認為這個課稅啊 是一個嚴肅的事情 當時的確是有稍微 會查驚一趟 硬是要拚這個政績 理想是好的 但是為了要拚這個政績啊 在這個整個的過程就是荒牆走板 我們一定要深切檢討 我認為這是給後面的人一個教訓 分享這樣的一個看法 接下來先請教主委 主委這個有關這個保險理賠的爭議 按照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的統計啊 目前今年的第二季 999件申訴案件裡面 保險就佔了897件 大概10分之9 所以這樣的一個事情 放在幾個個案 用幾個突顯的個案 譬如說 山昌美孚的 這樣的一個 大家都說是一個非常孝順的兒子 這個劉志銘先生啊 他是非常的 守規矩的繳了13年的保費 結果摔下來 當然後面引發心臟病相關的其他疾病 結果在理賠的過程也發生了非常大的困難 一個弱勢的消費者 如果他非常按照時間來繳費 他至少這樣的應該得到 應有的一個權利的保障 這樣的一個事情 再加上本來啊 法院都判決 這個山昌美孚應該要理賠 結果還硬拗 還硬拗 對幾個九歲家來說 要上訴啊 法律這樣融場的過程 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想這個部分來到這樣的非常明顯的例子 我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我們金管會相關的法規 還是就整個的保險業的理賠的金額 比例相對的這麼低啊 在制度面怎麼樣來檢討 謝謝委員指教 最近金管會除了進行相關的專案檢查以外 我們在前天也特別邀請了所有金融機構 要公平待客 公平待你的客戶 尤其您剛剛提到了三張美邦 是相關爭議特別多的 這個後來的例子就被起底不是就一件 對 這樣一次就讓他整個的這個業者啊 的整個形象都受傷 如果你有200萬 撩幾千萬的這個形象 那這關係請五月天來做公告 得不償失嘛 而且就這個部分這個消費者 弱勢的消費者 相對一個大的這個保險業者 中小費 我在這個部分啊 不能夠只有這樣的一個道德性的勸說 在法律上怎麼樣 修誇在法規上修誇對有學家有所保障 跟委員報告 三張美邦過去的爭議案件特別多 所以我們會從眾來做處罰 好 我想是這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你還有 我希望再能夠有更多系統性的 因為這不是一次 這是來到這一次是整個社會反彈了 所以我認為主委這邊 能夠更加的積極 掌握這件事情 因為包括這個所謂政捷的這個捷運這個案子 其他案子顯然還很多 所以我想各案舉幾個突出的案子 做一個檢討相關的我們管理的這樣的一個規定 是 好不好謝謝 另外就是這個 在這個馬錫會之後聽說 有可能和這個福茂協議來脫鉤 這件事情的狀況目前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因為馬錫會是兩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那以後會讓相關的業務 由於金融保險證件的溝通會更順暢 也更有突破的機會 那我們檢視的結果 我們認為 RQ是最有可能突破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我們還在溝通 謝謝 那就這個階段 8月的上海的金融危機 然後連續後面往後幾次的降息降準 再加上他們的這個 因為他們相當不透明 這個機會和風險之間 我想是這個時候他們是相當的缺資金 這狀況需要你這樣的一個 我們更多的這個人民幣還是我們外匯過去 我想這個事情在風險和機會之間 也提醒一下主委注意這件事情 是 好不好 謝謝 另外就是亞洲杯 是 就整個亞洲杯 過去的技巧我們已經檢討過好幾次 是 你也報告過好幾次 那總共的金額 對我們的公股銀行的這個 以公股銀行來講還是民營銀行都沒有關係 那總增加的資產是多少 這變購之後 各種變購之後的合併起來的總資產是多少 各位報告到這個報告裡面提到了 就是總資產就是在亞洲地區的投資跟換款 101年的時候只有900 我看到那個增加了140幾% 146%是多少 對對對 那獲利也大幅增加 所以我要說總量是多少新台幣 還是多少美金多少新台幣 兩兩超過兩千億美元 因為那是加速 對 加速 那些金嘛 哪一家最多 哪一家銀行在外面併購的這樣的一個 併購的話是併購案例是那個國泰金控 國泰金控大概多少 已經有六七六個案子 六個案子總共合起來有多少 增加它多少的這個肌肉 他的比例因為有一些他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算起來看看怎麼標準來算 我想我之所以要這樣的一個問的原因 就是說主委你當時在講 很多的創意裡面亞洲杯是非常響亮的 其中你也提到公共病 我們公共病動作都是幾兆 那無形狂的一個東西 這根本就用了 外面這麼多點這個做法 不是不好是好的 但是根本在國內這個部分 剛才許天才委員有說嘛 比起世界 這個也是為什麼要推亞洲杯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想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那我現在是不是能夠請 請那個趙峰金控的蔡董事長上來 好請那個趙峰金控的蔡董事長 你最近有說到這個進行海外相關的業務擴展的時候 你覺得說我們國內的法令上面還有哪些可以加強 國內的法令目前都開放了 都開放了 所以我們已經非常完美了 是兩個部長主管在這個地方 你不是誰說對一個地方還要改 對一個地方還要改 因為 有些地方比較好 有些地方比較不好 因為每一個國家的法令不一樣 我通常才不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是在理性的探討 是 講這個東西 你就記得在做 你在做的中間 他探這個有兩個修長在這個地方 有什麼法規 是我們你認為說 我們還可以繼續說嗎 讓你有更大的彈性 你不是講說彈性不夠嗎 比起外國的 我們的這個業度拓展的 彈性不夠嗎 就彈性不夠 跟保險類來講 目前法規足夠以向海外併購 法規都已經夠了 好 那就請你回去 謝謝 謝謝 因為我看你特別的觀眾裡面說 還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個 請教一下張部長 部長 我講你早上在就這個 充實工股事業資本 這件事情 這個事情 因為剛剛就整個資產的擴大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講 要打亞洲杯還是世界杯 這個一直都是核心的問題 都是根本的問題 所以也是你在措施裡面的第一項 你覺得還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這個部分我認為還不夠 當然充實資本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有些像國營事業 台灣金控土地銀行 這個國營事業 一些法規要鬆綁 第三個就是 所以這個台灣金控這個相分的條例 這一次提出來 你有沒有很積極的 來呼應其他的部會 快速的來協助這件事情 第三個就是 海外的人才要培育 因為要派出在海外的 不容易找 我有看到你講 包括東南亞這些 人才要培育 有講到這個方向 具體的到底已經培訓了多少 當然培訓多少不知道 但各銀行都在積極培訓 那我們提出來說 要善用喬聲在台灣的那個 在台灣的喬聲 他們已經在念書這麼多年 也認同台灣 有語言的優勢 喬聲在東南亞是很多 像馬來西亞我去參加那樣的相關的同學會 都是幾萬人 所以類似這樣的話 我希望說下一次能夠有具體的 還是會後 你這講的這個具體措施 方向我了解 我認為說 就是要真正去路線去做 尤其像公共病這件事情 我一直不滿意 我已經第三次質詢這件事情 各銀行董事長在這裡 如果在東南亞的分行或支行 招聘人才的時候 如果在台灣讀過書的喬聲優先 好 我講部長 公共銀行都是你 你是擁有者 你是所有者 你請他們把目前的相關的狀況 具體的數字 給我參考一下 我認為這個公共病 就像當時的房地合一 我們從所有修憲開始 一直想辦法 最後這件事情通過一樣 我認為公共病 再困難都是要做的 我認為在剩下的時間 兩位首長應該就這部分 還繼續努力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請惠鴻太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在場的各位女士先生 那大家早安 主席要幫我請一下財政部張部長 以及所有公股銀行的董事長 或者是總經理 好吧 好 那請張部長 那各大行庫的董事長總經理 董事長或總經理 如果有董事長 就請董事長 好 八大行庫 該銀行沒有董事長 就請舉例 八大行庫的董事長 如果董事長請假 就總經理代位 謝謝 董事長 我也好 張部長 您好 我們這個銀行行庫 明年的員工分紅 我們改成為稅前盈語 明年開始用稅前盈語的比率 來做員工的分紅 最近各個工會分別來找到我 我也知道 我們公股銀行這幾年 在各位董事長總經理 以及全體員工的大家的努力之下 其實我們的獲利 都比前幾年都進步增加了很多 我想對這個銀行 我們當然要回饋給投資者 但是我是覺得 針對員工的努力 我們絕對要給予肯定 如果員工不努力 再好的政策 加上再好的時機 我相信也無法創造歷史上的紀錄 平常官股 官股在這幾年 至少覺得這六七年 在各位我們的董事長總經理的努力 帶領下員工的將士用命 我是覺得真的表現很亮麗的成績 目前各個銀行 好像你們的董事會都說 盈餘不能分配太多 分配太多將會吃掉了獲利 我舉一個例子 曾經台積電 他們在開董事會的時候 他們是拿盈餘的15% 稅前盈餘的15% 分配給員工 很多的投資者 他開股東大會講說 哇這個盈餘啊 獲利啊都被這個員工吃掉了 張忠摩怎麼說 他說如果你這樣子講 我不鼓勵你買我們的股票 如果你不把獲利啊 適度的去獎勵員工 這個公司日後不會獲利增加 所以從這樣子 我引用張忠摩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來就教於幾位董事長 你們現在明年是要用 稅前盈餘的5% 做員工的分紅 那員工當然希望 如果是用5%的話呢 我念一個數據跟大家報告 跟你現在如果明年用 稅前盈餘的5% 加薪啊跟往年 基本上沒有加到什麼薪 大概只加了0.5% 那員工也不敢講說 我要用稅前盈餘8% 稅前盈餘8%比照現在了 大概是加薪的6% 他們也沒有說這樣子的要求 他們用很卑微的建議 是可以提高一個% 用稅前盈餘的6% 我想請分別啊 從我們這個中藥氣營啊 從我們這個中藥氣營啊 這邊開始啊 你們為什麼不可以提高到 稅前盈餘的6% 報告委員 這個目前那個財政部啊 正在協調啊 所以我們這個工會啊 也有跟我反映希望6% 我們也還在考慮 所以所以現在還在協調 並不是我聽到了 張副長我聽到 財政部好像鐵板一塊 好 委員可不可以輪我說明一下 當然當然 好謝謝 感謝委員 工會 所有的工會都有來財政部 我們有協調 我跟委員報告三件事啊 第一個這件事是 今年7月1號修正的公司法 235條之一 它是一個美意 他說因為員工公司的盈餘 是大家一起創造的 不能只分給股東嘛 所以要定一定的比例 分配給員工 這是一個美意 但是他有一個淡書 但是工營事業 除了專案在章程中 章案核定不適用這個規定 所以工營事業 不一定可以要適用了 但是要專案核定 這是報告第一點 第二點 那工營事業裡面 目前除了台灣器銀跟章銀 章程要報到財政部來以外 其他的報到金控母公司 核定就夠了 不用報到財政部 那第三個 國營事業的台銀跟土銀 因為牽涉到國營事業 大概也沒有辦法明定 這個在章程裡面 這三點 第一 這是報告財政部的態度 那因為稅後營以倍是比較小 所以現在是用百分之八 稅錢已經變大了 用百分之五 那至於多少比例 因為我看了一下 各家銀行比例不一樣 像趙峰 因為有中國商業合併的關係 他的比例不是這樣算的 所以我們的態度是這樣 我們支持這九家公股行庫 在營運裡面提撥的比例 比現在要好 我支持這樣的 對讓員工的酬勞能夠提高 我們待會兒再談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台銀土銀 他們真的是苦瓜 這個待會兒再講 這個 部長 我想我就董事長們 我就不一一請教了 財政部反不反對 舉例啊 我把原來董事會的建議 從稅前提列百分之五 我提高一個Percent 到稅前餘的百分之六 你們財政部反對不反對 這樣啦 比例的部分 可能要各公司去算 但是比現在好 我們支持 我所了解的 這個各個銀行的董事會 他們還是要看你們的看法 現在目前提到就是 你們這個財政部啊 國庫署這邊好像有意見 你 我想我也不要請教 國庫署的署長了 我直接請教你 如果他們 他們的董事會做出決議 就 把稅前餘的 的百分之六拿出來做 員工分口 你反不反對嗎 報委員 因為每一家真的 每一家的言語不一樣 我跟委員報告 如果用稅前的百分之五 改善的幅度不一樣 照封金控 會改善百分之1.12%而已 但是一銀就改善了百分之15.26% 然後呢 華南銀行會改善9.76% 何故會改善9.92% 那張銀會改善10.29% 所以好 我是認為 好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來這樣做 對 就是改善啊 我們改善的幅度啊 定在2%到3%之間 可以嗎 就是那個比現在的改善 剩下你的稅前盈餘的體 最好是擺3%了 我們就改善加薪的幅度 就加薪3% 至於我稅前盈餘提煉 我同意每一家 不一樣 可能我改善提高到6% 有的哇一家提高很多 這也不 也不見得是很妥當了 是 我們就以實質 好不好 各位董事長 我們就以實質 員工的加薪的幅度在3% 這樣子來定定 可不可以 好 我看各位董事長都點 不 張部長你同不同意嗎 我想因為張誠我剛剛講過了 有金控的包到母公司就夠了 不用到財政母公司 但這個態度我們支持 好不好 各位董事長 聽到了 張部長的態度是支持 好吧 請那個台營土營以外 其他的董事長都請回了 都各位都聽到了 好 請董事長請回 台營跟土營的董事長請留住 平洋這兩家表現得都不錯 尤其是台營啊 我們在李記書董事長 這個上任以後 你看 新聞都是好的新聞不斷 獲利也增加 也提出了很多的改革的方案 這個 部長 那他們有了表現 員工也非常非常的認真 那他們加不了心怎麼辦呢 是啊 這就是困境了 所以 困境要怎麼克服 有啊 台營金控上一次就提出 金控條例的修正 如果能夠獲得大任的通過 土營就可以跟進 就兩個哈 他不要比照國營事業來管 不管預算用人資本 事足 不要照國營事業來 他是照憲法的說 金融事業要照企業化 經營的精神來管 部長這個我跟各位報告 如果長此以往下去 是 台營土營留不住人 沒有錯 沒有錯 長此以往下去 受傷害的 不是只有員工 因為他們是百分之一百的關股 受傷害的當然是我們的國庫 是我們的國家嘛 是 沒有錯 我覺得 台營土營的問題啊 我們真的是 大家要加把勁啊 是 我們可能一把勁也不夠 我們加個兩把勁三把勁 我們替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步就是把台灣經控條例先通過了 通過以後 土營跟進 那接著呢 後續的再來改善 所以我在這邊也呼籲啊 我們所有現在的委員們 我們立法院的委員們 大家共同來努力 這絕對不是為了個人啊 也不是為了 只是為了什麼李繼朱董事長 吳當傑董事長 不是 因為他們 他們是 他們像類似特任官一樣 很快他們就會被換了 可是還有 上萬的員工 還有國家 國家日後 他們兩個銀行所扮演的角色跟努力 我們真的大家應該要替他們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只有我們幾個人的事情 是很多人的事情 這是國家的事 好不好 感謝各位 謝謝 各位董事長 千萬記者加薪3% 好 謝謝委員 那等一下在潘衛綱委員執行後 我們休息10分鐘 那現在請潘衛綱委員發言 主席是不是可以請張部長還有請吳署長 請張部長跟護稅署的吳署長 呃 潘衛綱好 您好 呃 首先我想請問一下吳署長 您知道這個鼓勵所得科稅 好 如果我們用20%來分離科稅的話 大概我們的稅損是多少 如果全部以20%科稅的話 呃 如果全部是20%的話 當時我們提供給委員的那個數字 還是接近700億元 鬼扯蛋 全部20 哎 署長啊 單一 對不起 對不起 因為因為版本不太一樣 因為你剛講了 我說20%全部20%是多少 全部20% 你不是提供給我一個版本嗎 不是 給我一個資料嗎 就是立法院後來在部長報告的版本 是377億到400億之間 如果是全部20%的話 也不是 哎 我告訴你啊 那 部長是多少 原來全部20% 因為低所 全部20% 對 低所得的也要加稅 對 不要就是反正對 低所得加稅 高所得減稅 那個那個方案比較少 那個多少 那個200多 200億嘛 到200多億 這是第一個嘛 然後第二個 我想請問 如果20%以下的 還是照原來 20%以上的 照這個20%分離課稅影響多少 所以後來我們在報告裡面就 大概400億上下 上下 多少嘛 大約多少 沒有辦法進去 補署長多少 委員沒有辦法進去 因為有累進X2的問題 對 大概就大概300多億 400億這樣 對300多億嘛 400億 但是部長 你如果對於很多人家的誤會 因為你有沒有對外說過 如果我們鼓勵所得會影響到700億 你有沒有說過 委員那是第一次啊 估計 後來有修正 我們這次報告才是正式的講法 對 但你對外第一次說了700億嘛 是是是 但是報紙每天都要引用這個700億 難道部長你不回應或者不說明嗎 有 其實上個禮拜的報告 很多媒體也都登過了啦 大概就在400億上下 對 你300多億 你你11月11號有說大概是400億上下 但是300多億 我 實際上我也說了 這本來就是一個開放可以討論嘛 是是是 對不對 那我們可能這個 這個有的人建議乾脆全部變25% 我覺得什麼都可以啊 是是 還有我問一下部長 後來我們這個委員會 我們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最後做什麼處理 最後就是不處理就留在裁委會 對就不處理嘛 但是呢 我看你對外發言我 我看好了你的想法不是這樣啊 我沒有發言 這個會議以後我完全沒發言 報告委員 我對這件事完全沒發言 但我看 媒體報報不一定要灌在我的頭上 你昨天說的嘛 你昨天說的嘛 你說你又最擔心有心人 又以什麼股市為建 再向鼓勵所得什麼什麼這樣子 這不是你說的嗎 不是 我不是講委員啊 我說好 這是一步一步來 因為昨天有媒體告訴我 說某一個媒體人 他說真正的原因不在證所稅 真正的原因在富人 現在這樣第一個 在富人稅在鼓勵所得稅 對 沒關係我現在要請您說 我們一樣一樣 到底是多少 現在這個如果照這樣的話 這個因為你說了嘛 如果全部20%是大概200億嘛 但我們今年在鼓勵所得 我們多收多少 600億嘛 但是人家今天寫說 因為你說700億 所以我們才多收600億 所以我們還損失100億嘛 所以這個700億是個大問題 部長至少不是700億對不對 是400億左右 400億左右嘛 這一點請部長一定要說清楚 有有 而且我希望 因為剛才署長不是講370億 300多億嘛 400億左右 嗯 多少署長多少 我們在估算的時候是 就是377億到400億之間 377億那就300多億嘛對不對 所以對這個部分哈 我覺得是不是要請付稅署啊 對外講清楚 而且實際上我們根本沒有在審嘛 你應該說如果全部20%是多少 就分離科稅 如果我們都都就用單一20%來科 大概是影響多少 如果20%以下的照原有的來科 可能影響多少 我希望是不是能做一個正式的說明 為什麼呢 要不然的話我覺得這樣子以額傳額 或者因為至少一開始 真的部長是你先說了700億 你說正式報告為準 那別人講的不對 你們也沒有說明啊 有其實委員所有的媒體都在這裡 我們也不斷的說了就是400億上下 就是這樣 400億上下 你說377到400你就要說400億上下 你就說377到400億 但只是這個部分嘛 如果單一20%的話 就是大概200億到200多億嘛 委員這些方案都還沒有正式成為法案 根本就沒有 但你這個700億影響多大呀 這個傷害非常大呀 對不對 因為這太恐怖了嘛 大家一聽嚇到了 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 你一定要說明白 到時候我覺得啊 這個讓大家有這個誤會 或者這個有這個錯誤的想法 我覺得這是很大的傷害 可不可以正式能做一個說明 是不是請賦稅署啊 再把這個東西啊 就是你把幾種方案都說出來 然後正式發一個稿子 在你們網站上 還有跟媒體說明一下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我想這個很重要好不好 好 那再一個呢 我想這個部長 我記得今年四月 我就跟部長說了 我說啊 世界經濟狀況都不好 我們一定要擴大財政支出 擴大 所以呢 我說有沒有考慮到 因為我說四月 因為五月要開始編預算啦 要編預算了 當時您也在 主記長也在 所以在這個財政的概念上啊 那你看 現在歐美國 歐洲 日本啊 中國都要拼成長 而且都轉向財政擴張 而且當時我也提到說 這個韓國啊 基本上已經擴張一兆 來做公共建設投資 所以呢 但是我覺得我是很遺憾 等到看到送來的資料 但是主記處來編的 主記總處來編的 但是呢 你掌管全國的財政 這到底怎麼樣來運用財政的資源 讓它來擴大 來幫助整個國家的經濟成長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這個我看到今年的預算啊 還是一兆九 一點都沒有增加 雖然我們這個資本支出 還是十六趴左右 但你說有增加 那個比例很小 我們說三千多億 還是一千多億 原來一樣嘛 還是這個民間加進來嘛 所以這部分沒有成長嘛 等於沒有成長嘛 是不是 委員對經濟發展 對資本市場的關注用心 我非常敬佩啦 那要用擴張性的財政策 我們也一直往這個方向推 但是我也談過 所有的財政政策 都要立法院同意 立法院不同意 這個政策也等於沒有 所以我們在財政健全 跟稅制健全的前提下 我們釋放出很多財政政策 但目前通過的 只有貨物稅條例 還沒刪讀通過 只有財委會通過 所以這個東西是很冗長的 有它的時間落差 不是這麼容易啦 所以啊 我覺得你要推的 你就說這是好的 應該要去做 你自己也有點遲疑的 或者是沒有全面性考量的 你就沒有去考慮嘛 而且部長 其實因為你也知道 他們隨時有跟你報告 我們因為 我們就是希望要做一個 投資台灣運動 那時候我們有個公聽會 之後我們就組了專案小組 我們一共已經開了五六次會了 其實部長也知道 那我覺得我們心心念念的 就是台灣的經濟 怎麼樣救台灣的經濟 讓我們在世界上 能夠傷害最少 而且能夠逆勢成長 逆增上緣嘛 這才是我們要的啊 沒有錯 才是大有魄力的做法呀 對不對 而且每一次我們開會啊 財政部都派人參加 所有的狀況你們應該非常清楚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任何的誤會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把這個當成一個 這樣的這個錯誤資訊的傳遞造成傷害 我覺得其實是大可不必啊 嗯 所以我想這個部長啊 您剛講了 你一定要把這個事情啊 好我們發個新聞稿 在網站好不好 說明一下這不同的方案之下 稅收損失大概多少 對好不好 一個是數字 再一個呢 因為部長也說過了 而且我覺得 這樣子我就已經滿意了 也就是在資本市場 整個的租稅結構 我們還要面對挑戰嘛 我們還有租稅競爭嘛 我們還要國際化 我們還要加入 所以我 所以在委員安排那個資本市場 專案報告在十一月四號 對 我就有講應該要通盤研議 後來委員有決議 說行政院應該成立一個小組來通盤研議 對 所以我覺得將來你們成立專案小組 因為這個我覺得我能接受就是說 其實租稅千一法動全身嘛 是 如果你說你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病這個眾所稅 那你如果分開 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李同浩李委員也說了嘛 他說啦 他說這個股票鼓勵 人就被當成所得稅來科 台股這個還是有影響的啊 還是有傷害的啊 這跟國際的世界 會計準則不一嘛 所以你要檢討 好我沒有要強迫你先要做啊 了解了解 委員我真的了解 好不好 部長這個事情你一定要講清楚 這些話我們都都不是我對外講的啊 委員一定要了解 我沒有對外講說 這些是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是在這邊做專案報告而已 但是你這個錯誤的七百億變成始作 沒有那是第一一開始的方案想法不同了 後來是精算過以後我們正式報告就定 部長你一定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我們希望所有的這種傷害到此為止 好不好 因為這要事實嘛 因為我們講這樣 沒有什麼因為就是實際有數字 我知道委員對關心資本市場關心繼續成長 這個用心我想媒體朋友也都了解 要很敬佩了 好謝謝 好謝謝委員 那我們 那我們現在就休息十分鐘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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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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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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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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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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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会前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是相当 影响 其实 以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一个机会 秘重中 其實林中元也不錯啊 請李董事長 曾主委謝謝 你一定答應了這個主席 我們希望說有一些好的形象的人 讓大家一心耳目 那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李董事長 我想你這幾年在金融界裡面 可以說是有為有守 扮演什麼像什麼角色 過去你在立法院也都是坑腔有力 都很認真的質詢也做了很多事 不想你在這幾年 當在銀行界這個角色 你覺得對台灣做了什麼貢獻 或者有什麼成果帶動這些銀行的發展 我想因為我的本質畢竟還是在台灣銀行 那台灣銀行至少從去年開始 它的獲利就創歷史新高 那我們今年的獲利還是會再創歷史新高 然後除此之外呢 我是覺得為了台灣銀行的永續健全發展 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走了十一個部會 才好不容易把這個金控條例 從行政院送出來 那天也非常感謝大院讓我們一讀 已經通過出去了 現在進到朝野協商 那除此之外呢 影響到長影長期發展還有一個就是資本金 那資本金裡頭 如果我們也是那個法令順利通過的話 再加上跑去跟行政院爭取的七十億 加加大概讓台影也有將近四百億的增值 也讓它可以永續發展 你做得很好 如果我說朱主席啊 希望為國舉財喔 請你出來來做一點事情喔 擔任他的這個副手 你願不願意 我想全國很多優秀的女性 都可以做他的副手啦 那我實在不夠優秀 你是其中之一啦 沒有我實在不夠優秀 如果有機會 我們希望為國家多做一點事情 謝謝 接下來江啟臣江啟臣江啟臣 江啟臣委員不在 這位質詢請薛林薛委員 好謝謝主席 主席要不想請那個金管會的曾主委 請曾主委 主委你好 恭喜你齁 來我們談正事齁 是 我要請教你 我們今天的議題是如何打那個亞洲杯嗎 是 那我從你的報告裡面 第八月看到啦 你這邊有建置那個資料庫 那資料庫裡面當中你這邊有 當然是銀行建商還有那個保險業 是 那你的資料庫現在目前肉食的 有建置的話說 往後會不會定期的更新啊 或是擴大 這會不會 沒有問題 會定期更新 那我再請教你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資料庫的建置的話 裡面有印尼啦 還有印度啦 柬埔寨啦 泰國 遼國 緬甸 這六國 那其他的國家怎麼沒有咧 我們是挑這幾個比較 我們可能去的地方啦 那其實建置到某個程度之後 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其他國家會拿進來 那我們是東寫10加6 是是是 齁 還有那個那個TPP 這是12個國家 是 那總共6加12就快30個國家 是 那我們現在建置只有六個國家 是不是還要再擴充擴大 我們當資料庫慢慢 這是初步的 應該要加強 對對對 那你我是希望建議你說 如果現在我看你的報告 只有六個國家嘛 是是是 那因為有快30個國家 還有20幾個國家沒有建置 那這段時間是不是把它加強補充 我們陸陸續續 分階段 謝謝 會吧齁 那我再請教主委 對 那個目前 因為我們都知道 既然是打亞洲盃 我們的目的當然是協助金融業 再來 這個目的當然是讓 那個世界知道我們台灣這個國家 再來的話 就是讓金融業賺錢嘛 對 應該是這樣子 沒錯 這個這個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對 那那如果是說網頁的話 如果說充益一點 其他國家都有的話 比如說東協然後 或是說TPP這些國家 有的話 加進去的話 應該是更好 好不好 那你有沒有一個期限啊 多久把它建置 希望你應該練一個時程好不好 好 謝謝 再來 再來我再請教主委 有一些銀行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八大行庫 都是大銀行 是國家所列管的大大行庫 然後有些私人銀行 那如果說是射子公司 射分公司 射點 那還有沒有另外的其他的圖鑑 讓往後的是一些倍是小的銀行有圖鑑 是不是財務公司可以嗎 基本上金管會不排除 當然打亞洲盃有很多種方式了 比如說去去買去併購 受分行 受子行 或者是受租賃公司 或者是財務公司 只要評估之後 認為有一個很詳實的評估之後 我們會基本上都會戰場 都沒意見嗎 謝謝 那我再請教主委 我這邊的數據是您給的 經管會的數據說 我們現在台灣在海外分支機構 包含辦事處 總共的話 因為我們從102年度 到現在103年度 104年度 我們成長幅度都非常的快 每年都要快將近70家 70幾家以上 那這個成長相當的快速 那目前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我在談的是這個全世界 目前還有沒有 就是說金管會核准沒有核准 或是說地主國還沒有核准 或是說其他的一些國家有飽和的現象 有沒有這樣子 有一些是台灣已經核准 那在地國還沒有核准 是有嗎 有少數 那這個國家多不多 不多 不多 那因為他們是有一個騎乘嘛 對 那請教你有沒有飽和的 比較飽和的情況 像越南會比較競爭 因為越南的話 我們相對的就在那邊的分行相對的多 但是其實我們希望它分散 因為越南這個國家也相當大 人口超過一億 其實也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主委 我再請教你 亞洲期 我們現在不講世界 我們就回歸到亞洲期 東南亞東北亞之一塊 亞洲期的話 如果是說我發覺我們台灣的話 就是說在亞洲 香港大陸跟越南的話 就是三個點的話 那就有 這三個國家就有179個點 佔了我們這個亞洲區的話 就佔了53% 是佔的相當多 沒錯 那這個我們金管會有沒有什麼看法跟管制 所以 有沒有受限 沒有受限 但是我們希望有更多的國家 更多的金融機構 能夠像到比如說菲律賓 菲律賓 泰國或者是印尼印度 我們希望能夠到這些 尤其是人口多 那市場相對大的國家 能夠進一步去做開拓 主委 我再請教你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都知道現在泰國經濟也不錯 馬來西亞也不錯 印度也不錯 緬甸也不錯 為什麼 我們這些 我們台灣要出去布點的話 怎麼會比較少呢 排類的話 排戲的話 泰國排到11名 馬來西亞排到14名 印度排到15名 緬甸排到16 是為什麼原因 為什麼不去啊 比如說 涉及到當地國開不開放 還是台商的 台商不多 還是怎樣 最重要是當地國 比如說像泰國 它基本上不開放 他們的法規 對 那但是泰國也是看產業 泰國的話 它銀行業不開放 但是它證券是開放的 保險也開放的 所以要看哪個產業 那 那就是門檻法令 資訊 對 就是這些吧 應該是這些吧 對 那再來 我再請教主委 剛剛我講的 既然 這個打亞洲邊是主委 你的政策 那現在的推動 我們都知道 都是要賺錢 也知道台灣的經濟困頓 也知道我們台灣真的是一個 外交國是比較少的一個國度 那如果是說 如果說海外的一個分支機構的成長 獲利的成長 你有沒有大致了解一下 抑注進來的一個效益 差不多是多少 各位委員報告 像去年在亞洲地區的獲利 總共是14億美元 那今年到9月份 也有11億 11億.6億美元 其實都在大幅成長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數據 我們103年的時候 我們的ROE 10% 然後其他亞洲的百大銀行 亞洲的百大銀行 是14% 14% 我們的ROE 人家的14 我們是10 那這個問題點 主委你的看法是怎樣 這個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我們整個市場的 在很多的金融機構 比如說國內的銀行就有38家 那過度集中在國內的市場 做低價惡性競爭 所以我們一方面 我們一方面修法 已經修過銀行法 希望大家不要惡性低價競爭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我們打亞洲盃的最重要原因 能夠把很多的我們的能量 能夠挪到亞洲去打亞洲盃 擴展市場 主委 既然我們都要打亞洲盃 清楚的 這個目標政策是非常清楚的話 那有一個國外銀行雜誌 它是說 因為它有一個評估 說500大的銀行的品牌 還有1000大的一個品牌的資產 就是兩種嘛 一個是品牌 一個是資產 1000大跟500大 那我們台灣的排名狀況是如何 因為我們的38家銀行裡邊 相對規模都比較小 比如說台灣銀行現在總資產是四兆市 那排進去大概143名左右 那The Bank 1千大的話 就排到140幾名 那比如說這個排名裡邊 要排到100名都要6到9 要排到75名都要10兆了 這表示我們的整個金融資產 我們需要進一步整病 所有的銀行的規模都太小 主委 我的數據 我們在102年的時候 有6家銀行排到500大台灣 是 對不對 104年的時候 我們只剩下一家 是中信 那如果既然是這樣 我們要打亞洲盃 當然是BASE的問題 那還有我們目前 唯一一家也會進入100名內 那這個對於我們的 這個金融業的期待 或是排名系 那我們要如何強化 所以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真的是希望 國內的銀行能夠進一步整病 那金管會也在上半年提出了 公開收購的這麼一個機制 那假設銀行沒有重大爭議 沒有重大的股權爭議的話 我們都希望鼓勵他們來 透過公開收購的方式 或者換股的方式來進行整病 當然我們要後利性 安全性 還有國際的排名都需要的 那如果說你說併購的話 那大家願不願意的話 那當然啟喜的話 是打亞洲盃的話 當然是希望目的還是回歸到賺錢 當然是 這是一些的掌握 那當然是協助金融業 謝謝主委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 謝謝二位 現在發言請周妮安 周委員 謝謝主委 謝謝主委 請周委 主委 主委 主委您好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 金融業佈局亞洲的現況 那我看到你們推動的成效裡面 在我們國家我們的金融業亞洲佈局裡面 我們大多數是在海外來講的話 亞洲是我們非常大的一個佈局的部分 對 在銀行業我們看到其實將近海外的銀行裡面有八成都是在亞洲 據點都是在我們亞洲 那請問一下 這是亞洲 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看到這個 我們對亞洲的曝險金額 從2012年到今年的9月底 我們是大幅的成長了百分之116 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成長 那當然獲利也是增加不少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部分 在亞洲地區的話 我們是分我們的國家 國別的話 你們有詳細的資料嗎 就是 當然這個 這個是歸納的是 譬如說現在 超過兩千兩百億美金 這個都是亞洲的國家 對 有 那個別的細的也有 那我們主要是來自哪一個國家呢 最大的 最大的一個曝險金額是來自哪個國家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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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新加坡 越南 你現在想的是前三名嗎 對 所以中國是第一 對 第二是香港 對 那麼以國家來講的話 中國加香港都是中國 所以中國是 像我們國家銀行業的 金融業的曝險是第一名 好 那 在亞洲 在亞洲地區 對亞洲 那金額是多少你知道嗎 嗯 系列 沒有 沒有在這裡面 在提供委員詳細數字 那以你這麼專業的人來看的話 你認為我們 整個金融業在中國的曝險會不會過高 我們在風控來講的話 是不是有過高的一個 過高呢還是過低呢 跟委員報告 去年底 去年底 整個 銀行的 它的 它的 投資 包括受信 佈險 佔它淨值的比率是 去年底 跟委員報告 去年底是 0.68倍 0.68倍 那 後來我們採行了相關措施之後 現在最新的數字已經降到 0.62倍 有在掌控 那我們也採行了相關措施 所以它不顯的比例在往下降 你是說對中國嗎 對 所以你們已經在覺得過高了 所以必須要往下降 的意思 呃 我們在做風險控管 另外跟委員報告 這個也是金管會要 為什麼打亞洲杯的 非常重要的背後的因素 因為我們發現過去 整個台灣的金融業 重壓中國大陸 所以透過亞洲杯 也可以把整個 因為中國大陸是世界上 第二大的經濟體 但是中國大陸不代表全部亞洲 所以我們透過打亞洲杯的方式 讓它的分散 讓金融業的分散到整個全亞洲地區 這個就是我們原始打亞洲杯 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OK 所以主委已經有警覺 就是在中國的曝險過高 我想這是一個部分 這是我們金融業在那邊曝險的部分 我們國內所有的銀行的放款 國內所有銀行的放款裡面呢 這些這些這個企業啊 他們將他們在台灣借錢 那到中國投資這樣子的個金額 我們國家有沒有統計 我們金管會有沒有一個統計資料 金管會不占做統計 那也要求各銀行的總行 要做好風險控管 那除了當地分行當然要 總行要做 金管會不管是銀行局檢查局 我們都有在掌控 所以 我們投資中國這麼多的金額 那也包括我們所有的 我們的企業啊 在這邊借錢 那去中國發展 這個情況 目前是 滿嚴重的 沒有嚴重 所以整個金額是 還不夠 不是還不夠 這個看看怎麼你們去看它 所以我們那個比率 已經剛剛跟你報告了 從過去的禁止的0.68倍 現在已經降為禁止的 因為法定 法定的規定是可以百分之一百 那去年底是百分之六十八 現在已經降到百分之六十二 那前年呢 前年大概也是百分之 大概百分之六十五 所以都將近七成了 那這個本席要問你這個 是因為呢 我覺得 既然說我們是要佈局亞洲 那我們應該去看一下 我們在中國的 這個籃子裡的雞蛋 是不是放太多了 如果放太多了 我們當然就要 適時的 適當的把它擺到別的籃子裡面去 我想這個是很很基本的 很基本的這個原理啦 投資原理就是這樣子 是 謝謝委員指教 一方面要看它這個雞蛋裡面 不要 我贊同 第一個是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第二個要看看這個 籃子裡面的雞蛋 部長這裡我 不 主委啦不好意思 主委我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所有金融業在亞洲裡面 曝顯的國家 你可以給我個詳細的數字嗎 沒有問題 沒問題 那麼就是這五年好不好 五到十年好不好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狀況 在各個國家的個曝顯金額的增減狀況 好嗎 沒有問題 那包括我們的獲利情況 我看到我們的獲利情況很高 那這個大幅的成長也大部分來自中國嗎 還是是其他國家 這個大幅的獲利成長是前三名分別是哪幾個國家 基本上還是剛剛講的 中國大陸跟香港 所以獲利也是來自於中國 對 只要是 好的 那我想 主委我想 其實你要佈局的話 我們的語言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我看了你 你們這個有在做一些人才的培養 像進階國際精英人才培訓班 你們都有在做 那一年培養了三千個左右這樣子 三千位左右 那他裡面在上課的內容 我想 這個是很重要 可能要去上到當地他們 其他國家的相關的法規等等 那另外我們如果真的要認真的去佈局的話 本席是認為語言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你要有我們有專人是會太語啊 粵語啊 如果一時之間比較難找到 那可以從我們的一些外配啊 裡面呢去做搜尋 外配的子女去做培養 我想五到十年之後 會有不同的一片天啊 是 謝謝我的指教 這個也就是我們正在做的兩個方向 第一個 就其實很多東南亞有很多僑生 對 這第一點 第二個外配 有沒有新移民的下一代 他都會講他母親的語言 這個也就是我們未來的很重要的優勢 我們也有很多的銀行 跟朝這個方向來做努力 謝謝 這個是教育培養問題 我想可以配合教育部 也可以配合外交部這邊 如果真的是我們國家有一個長遠的計畫來講的話 那人才的培育是最重要的 那不只是亞洲的佈局 包括拉丁美洲 我們南美洲的佈局也非常重要 南美洲的部分我們會需要很多的西班牙文的 會西班牙語的部分 那我們國家要怎麼去培養這些人 而不是只是在紙上談說 最後呢大家都因為語言不通 所以只好進軍中國 我是不希望我們最後弄到這麼無奈啦 就是說只能到中國 那我們國家的金融業 我看你洋洋灑灑寫很多 可是我們的語言是一個我們的稍微弱勢 我想這個主委你知道 不然他不會設在新加坡 香港 我們跟新加坡跟香港 20年前我就聽說 我們要弄個亞太什麼中心了對不對 是嗎 是 那結果呢到現在為止 我們變成什麼中心 變成好像中國的邊垂 那這個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所以最後我想30秒 我給主委你一點時間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擔任金管會主委以來 你的最有成就的事情是什麼 謝謝我們的指教 談不上什麼最有成就的事項 但金管會在一個風 在市政裡面是在風險可控管的前提之下 可控管前提底下大幅開放業務 那基本上這段期間的金融業的獲利 連續三年的創新高 我相信去年突破了五千億 那今年也會突破將近五千億左右 所以這第一點 第二點很多的業務在大幅開放了 那展望未來我們也希望能夠掌握 金融科技的創新能夠帶動我們整個金融業 新的成長的另外新的動力 謝謝 謝謝我曾經在金融業 其實金融業在一個國家裡面 其實它並不是 它不是No.1 它不是在最前面 它其實是一個輔助的 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要有產業 我們是在協助讓產業 唯有產業可以去創新發展 那麼我們的金融業它的存在 是一個穩定的 但我覺得我們的金融業 真的不能過於鋪張 或是說過於那種浮華的投資 而且風險管控是最重要的 是 謝謝我們指教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那現在到中午12點 大家請用便當 那接下來 邱文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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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楊麗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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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黃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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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黃昭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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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陳歐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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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那我們現在要請李同豪委員 花言 好 主席 主委同仁 我們政府官員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請曾主委 好 請主委 黃昭順 主委恭喜你啊 過了不久以後你在這個位置了 我想請問一下如果您的遭遇像其他 國民黨的優秀的不分區立委啊 被安置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你怎麼辦 你會接受嗎 跟委員報告 現階段我 跟委員報告 現階段我不評論了 這些 我現在是站在過來人的立場告訴您 我知道 謝謝委員指教 我在第五屆擔任立委的時候 一開始 財政委員會 對不起 太熱門 沒有 到經濟委員會 好了 經濟委員會太熱門 沒有 到最後把我編到預算委員會 然後到了預算委員會呢 是因為最辛苦的 我到各個委員會去跑 後來 連預算委員會也沒有了 我到司法法 我到司法委員會擔任一年的立委 所以這個是不分區立委的一個宿命 你自己心裡要有明白 等到明年選舉完畢 國民黨可能是不是多數 在不是多數的情況之下 委員的席次非常有限 你又知道財政委員會 是我們國民黨的重政 重政立委 大牌立委的最喜歡七席的地方 所以到時候 你永遠是那個最後一名加一 那這個時候你呢 心裡到底要接受還是不接受 這就是國民黨的特性 政治選舉 地方選舉出來的立委 他一定是最大 他如果沒有執政的優勢的話 那麼他的資源 執政者的資源他沒辦法拿到 他就會一定要在他自己喜歡 或者他有優勢的地方去待 那麼這個時候財政委員會是最熱門的 所以我在這邊啊 站在一個朋友的立場啊 來告訴你 但是親民黨的話 反而空間比較多一點 謝謝謝謝 謝謝文提教 謝謝 我們是有彈性的啊 是 所以我一直在外交國防委員會 我把所有好的委員會 都留給我們優秀的立委 然後我 沒錯啊 哈哈 我 開玩笑的 好 但是如果 其實曾主委跟我們 有一些淵源啊 不多講了 避免他的提名又受到影響啊 我們是很事大體的 不希望我們的社會的人才啊 被這個因為政黨的思考思維模式呢 而被排擠啊 那麼我想請問一下 昨天通過正所稅的廢除版啊 正所稅當天大漲 這個股價大漲 大家都說 哎呀這個是正所稅的功勞 我看一下是有 廢除正所稅有一點幫助 但是不要忘掉整個那個時候的大環境是大漲的 所以真正增加的那個幅度啊 不到0.5個百分點 但是想請問一下 有趣的是 今天股市大跌 怎麼回事 正所稅不是利多 這個利多怎麼會是一天效應呢 如果正所稅這麼偉大的話 為什麼怎麼一天效應就沒有了 今天我們台灣股市跌了 提0.56個百分點現在 而你可以看到香港股市至少是平盤上漲 日本股市也上漲 深圳上海的A股也是上漲的 那個韓國股市也是上漲的 那為什麼我們的股市會跌呢 跟委員報告 其實非常謝謝昨天立委員通過 會組正所稅 但是 其實我已經多處都是 沒有錯 如同剛剛委員講 昨天有反應 昨天漲了124點 有反應部分這個利多 不是全部啦 他只是反應部分 因為這個市場是反應產長 當然當然 非常贊成 反應部分的這個事實 但是其實要跟委員報告 大家也知道了 正所稅 正所稅不是舊市的做事 也不是股市的一個特效要 它的效益 你要看長期的 對 這就是我跟你最大的不同 我們的證券業者 我不客氣的說 一直在回顧過去的美好的 一萬兩千點的這種環境 思維的整個交易模式 是那種過去的交易模式 散戶進場 大戶進場 中時戶進場 必要的時候 拉一點外國的資金進來 大家一起炒作股市 好像這個事情就可以 圓滿解決 事實上錯掉了 這個是舊的典範思維 Old paradigm 新的典範思維是什麼 新的典範思維是 你必須要開一個窗口出來 讓租稅的壓力 在市場上減低 租稅的壓力 最重要的壓力是什麼 就是交易成本的部分 就是交易稅 證券交易稅應該大幅的下降 降到萬分之五 甚至完全不要 你想想看 如果說你今天有一個稅制 把這個整個租稅的負擔壓力 轉移到另外一個體系 另外一個部分 然後 你可以讓整個證券交易市 完全沒有租稅負擔 達到一個完美的市場的境界的話 那個時候的交易量才會大 你才可以配合我們證交所的 整個電腦系統的改變 採生一種高頻交易的環境 你才可以採照在不同的 金融市場之間 或者是不同的衍生性商品 跟這個證券市場之間 跟資本市場之間的 彼此的套利行為 你才會有道 你才會有arbitrage 套利的交易 這個才是讓股市真正 產生大量市場的一個交易的環境 結果呢 結果現在市場的人 老派思想 回到那個過去一萬兩千點的那種 所謂的那種傳統的環境 你逼了現在財政部不可能減稅了 財政部不可能在財政部可能 你自己認為財政部可能降千分之三到千分之1.5 降到千分之0.5嗎 880億的收入可以這樣輕易的拿掉嗎 不可以啊 財政部我上次也講過 也不可能把股票鼓勵放棄了 雖然股票鼓勵是一個荒天架炸大雞的一種課稅方式 可是因為你沒有辦法去認定他的所得 所以你就股票鼓勵去課稅了 結果呢我們的投資人 就變成負擔很重啊 明明只是拿到一些零股也要交稅啊 這就是一個paradigm的改變 我可以圖盡力 盡力就是給一天的行情短期的行情 結果你說好那我們把它當作長期來看 長期的結果是什麼 長期是回到舊的思維 舊的市場模式 當你是舊的市場模式 跟人家進步的市場模式去競爭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會贏 結果你的資金呢 也不會進來我跟你保證 進來會誰進來 是以外資的形式進來 為什麼 因為他有租稅的優勢啊 他如果有租稅優勢的話 他可以 他總是以最優勢的方式進來啊 所以表面上我們好像看起來是 這個股市的從業人員好像贏了 其實是什麼樣 叫做飲鎮止渴 這是我覺得最大悲哀的地方 是我們政府也沒有跟好好 跟我們的市場從業的溝通 去建立一個新的制度 來創造我們的市場的繁榮 現在已經沒有了 你千分之三 你就算當立委的話 你會支持把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0.5嗎 你會嗎 不會啊 所以我覺得啊 金管會在這一次的戰役裡面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贏了 但是贏了面子 失去了離子 我們的證券業 永遠就回到那個保守封閉的那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環境 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到最後我還真支持曾巨威立委的這個版本 我都支持他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還可以修啊 還可以改啊 因為那個是一個不錯的想法 有個option 透過這個option慢慢慢慢去導進 我只要把這個譬如說把股票鼓勵 你交證索稅股票鼓勵可以減 慢慢慢慢他就可以自動就可以進來 進來以後我手上才有工具啊 我才可以跟社會交代說 你看他們都交證索稅 所以我證交稅可以大幅下降 這個至少可以建立一個長期的 一個往健全發展的目標 結果金管會未踩此圖 我很遺憾的說 因為金管會這種保守的封建思想 導致了我們的金融業的發展 占GDP的比重不會快速的成長啊 現在GDP的比重多少 大概6.6 6.5 請問你我們整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多少 我們的服務業佔GDP比重多少 超過將近七成 將近七成 我們只佔服務業的十分之一 而這個金融業是最有機會創造高附加價值 高所得環境的一個產業 結果我們故步自封 把自己圍在這邊 沒有一個願景 沒有一個前景我們的金融從業人員的領導人 沒有這個leadership 站出來說讓我們接受新的制度 像張周某一樣 在電子產業張周某你看看 他願意承擔租稅負擔 他承擔租稅負擔 大家豎起母子以後 整個產業就往他那邊去發展 謝謝我們的指教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整個金融業 要有願景 走向一個新的路 把租稅這樣子一個拔毛的這種行為 當然沒有人喜歡 我們至少要讓他中立化 讓他在交易的過程裡面 降低他的這個對於效率的這種影響 很遺憾 時間有限 但是我希望哪一天 你站在這裡的時候 第一點希望你能夠在財政委員會 第二點希望你也能夠 真正為金融業的長期的發展 提出你的政言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指教 好謝謝謝謝委員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那個曾紀威委員 歡迎幾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 好謝謝 非常謝謝主席 主席麻煩幫我請張部長跟曾祖委 兩位好嗎 好請部長跟祖委 兩位好 我有充分的信心跟專業的把握 昨天雖然是稅改的受難日 但是我相信台灣所有的民眾 就會知道我所堅持的版本 是為台灣尋求最好的稅制合理化的一個 最佳的出路 也許現在我沒有辦法說服大家 也許現在這個特殊的時節 我沒有辦法得到成功的結果 但是我要在這邊留下歷史記錄 我有絕對的把握 我是對的 第二點我想請教曾祖委 我們一直關心的是那個成交量的問題 如果您回顧一下 我們長時間最近這十年當中 所謂的月的所謂的日均量 我們擔心正所稅的 是因為我們跟大概在2012年之前 所謂的2008、09以外的那段時間的成交量去比 似乎的確我們的量是少一點 但是你把時間往回推 你推到從2000年以後開始 你就會發現其實我們的成交量 目前的成交量的平均的狀況 並不比在前面那段時間來的少 那表示什麼 那表示那一段時間其實是沒有正所稅的 我們完全沒有談到任何正所稅的問題 所以那個股市的成交量 如果今天我們的考量 把正所稅廢掉 是把所有的因素都放在正所稅的這樣單一的因素 而讓它背負這麼沉重的負擔 我覺得其實是錯誤的 而且是對正所稅的改革是不公平的 所以主委 如果未來再有人提到 或在考慮政策的時候 又把這個所謂的成交量的多寡的變化 一定要跟這樣的一個稅的改革 去做相互的牽連的話 我覺得我們要非常的小心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用實際的數據的變化 來告訴社會大眾 這中間所隱藏的真正的答案跟真相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第二點 我借用這個機會 要跟兩位報告的 第三點 主委 我當然要恭喜你 不過剛剛李永遠有特別提到 說實在的 也許私底下我可以去跟你交換一下 我個人自己所遭遇的情況跟經驗 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您能夠來到立法院服務 如果您的專長是在財經的部分 所以您應該要合理的應該進到財政委員會 我因為自己的遭遇 自己的經驗 所以我努力的跟主席建議過 今天如果把一個專業的立委請到立法院來 他不能夠只是把他請來就好了 他不能只是排名排在前面 他當選就好 更重要的是還有後續的配套 要看這個委員的專業 要讓這個委員能夠真正發揮功能 黨就需要有適當的這個遊戲規則的改變 要某種程度上能夠保障這個人進來了以後 可以發揮這個功能 所以我曾經大膽的建議 需要改變遊戲規則 如果主席聽了我的話 可以改變的話 您就沒有這個問題 您就可以順利的進來而發揮應該有的功效 當然到底結果會如何 我不知道 但是有關於這一點 我用我自己的經驗 我做了大膽的建議 所以我想這也是替你開一個路 順便也恭喜你 好不好 那這個請諸位請回 那部長我稍微趕快請教你一下 因為我這個時間很有限 我們這次正所這張改了以後 我們看我準備的這個帳 往下 我們現行的制度是在這邊 那這邊是現在的課稅的方式 那這樣已經被他唾棄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現在修正了以後 我們都講說回到原點 但是不是回到原點 我們回到的是比原點更往前的狀況 那這中間的差異在哪裡 我想部長你一定知道 就是未上市貴的股票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今天正所稅 當時在談改革的時候 就因為要改革 所以才把未上市的也放進來一起改革 一起討論 然後把它放在核實的部分 那今天大家在討論正所稅的時候 我們回到說我們一切歸零回到原點 所以我們把正所稅廢掉了 但是同時間我們當時 在未上市在最低稅負之課的那個部分 我們沒有配套的把它做同樣的處理 所以我剛剛講了一句話 就是我們這樣的一個動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部長我要請教你的 我們來得及嗎 我們站在未上市貴的角度 我們當時課最低稅負是有它的原意的 是要追求我們這個這個租稅的公平性的提升的 即使在別的證券所謂不課稅的情況下 衛生室還是要課稅的 結果我們搞了一陣子的以後 其他的部分也通通沒課還原了 結果把原來課的又都送出去了 站在稅制的角度 這是我們可以接受 還是說我們的原意就是這樣 我們繞了一圈 我們為了表示我們的歉意 我們給了更多 從租稅的專業角度來看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財政部對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有後續的補救的解決方法 我想委員未來離開委員的角色就是學者 我想後續這些論點都可以充分發揮 我比較關心的是我們現在可不可以補救 現在大概難了 還是財政部認為算了 反正已經過了 大概難了 我們財政部還可以提最低稅務 基本所得稅油條例的修正 大概難了 所以你連提著這樣的一個動機都沒有 在當前的情勢 那如果我提的話你會不會支持 你提大概還要先獲得連署了 我知道 我會努力的 因為我連署沒有用 我昨天也是臨時說我可以提 所以我也是很快速的找了十個人 委員繼續努力吧 那我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我們只能說天佑台灣 謝謝 好 謝謝 那今日的登記發言 委員已刑答完畢 我們做如下的決定 第一個報告及審討完畢 第二個委員執行未及答覆部分 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財政部 於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委員執行中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疫情一週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那有一個 有一個 處理一個臨時提案 有一案 請意識人員先讀 先讀提案 有距離國人購車多為家庭房車 使用上也多以家庭為單位 一台車可說是所有家人 父母與子女共同的交通工具 然而財政部擬具的貨物稅條例 第十二條之五條文 修正案明確限定 報廢或出口 中股車者 與購買新車者 需為同一人 不僅脫離民情 也造成大量有意購車者 為之二晚 使委被本政策 抑郁刺激車次 與淘汰國內救車之初衷 有鑑於此 特提案要求 後勿稅條例 第十二條之五條文 修正案之適用對象 應擴大為三等親內之親屬 讓政策美意不打折扣 提案委員盧秀燕 聯署委員林應元 林德福薛林 羅明財等 宣讀完畢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行協商 選擇 作詞・作曲 ス高雅 媽 ア 今天協商只有一案 是盧修燕委員提案的 我們請 盧修燕委員說明一下 主席各位委員部長 這兩天因為我們財委會審查了 有關於汽機車貨物稅 可以太舊換新刺激景氣的 可以減證貨物稅的方案 引起廣大的民眾的關心 這兩天有好幾位民眾跟我聯絡 或者在我的臉書上反映說 這個辦法應該要定得切實可行 因為原來的方案裡面 雖然我們在那個說明欄裡面把它刪除 可是原來方案裡面是說 如果你要太舊換新的人 必須是同一人 就是你這個必須是同一人 譬如說盧修燕的舊車 那要把他六年以上舊車出售或是報廢 然後買新車 那有許多的民眾反映說 那其實很多的家庭狀況是 譬如說舊車是登記在太太的名字上 那這次他太舊換新的話 有可能家裡基於財務安排或是其他原因 有可能要買的新車是要用先生的名義 失去這個方案的美意 如果是報廢的話 那他也能夠參與新車的這個減徵的一個適用範圍 那是否有當進行大家支持 好 謝謝 我想這個提案本意是良善的 就是要讓這個效果更加擴大 那因為這個同一人 舊車跟新車同一人是在法案的說明欄裡面 那現在已經離開財委會 不在那裡 那我是建議這樣好不好 三親 三親等 三等親啊 會不會太寬 我們牌照稅法已經有現成的文字 是不是參照那個 就是本人 配偶 這裡三等親沒有配偶 是不是建議本人 配偶 因為我的舊車賣了以後 配偶買新車也應該要可以了 就應擴大為本人 配偶或 同一負極的二等親 這牌照稅法的現成 這樣的話就扣大了 本人 配偶或同一負極二等親內之親屬 負極二等親內 那這個當然剛剛這個好 這個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這個已經交付黨團協商了啦 我們剛剛提到的時候提修正動議嘛 要透過修正動議嗎 在協商的時候去提這個案子 所以在文貴裡面沒辦法處理 可是那時候協商不是也是判委剛主持嗎 對 判委 那是自己的啦 那但是還是 還是往主導嘛 對 那就委員會裡面就封 那就 封委員會就暫時不以處理 封委員會就暫時不以處理 在黨的相處再提 哦 了解了解 好 好 那就這個案就到黨團去了 那我們就不以處理好不好 好 那就謝謝 那只是程序就是我們這邊不處理嘛 但是協商的時候我們還是幾乎是原班人馬嘛 那財政部基本上你們是同意做調整就是了 OK 了解了解 好 謝謝 那我就是在朝野協商的時候 黨團協商的時候處理 OK 第三點 黨團協商都提出來 OK 好 就是在黨團協商時提出 OK 好 謝謝 好 那就是也謝謝財政部支持 那我們在所有委員朝野委員的支持 謝謝 好 那我們在委員會就不以處理 好 謝謝 好 好 那一個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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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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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他們回去 委員你等一下可能就是 會議休息 休息然後讓他們清場之後再來協商 au Wrap 我不會 Renaud Science Ninja 甦 timing dismantling 沒有 就是 等一下 好 然後 嘉賓 inha 答案 為什麼 愛 愛 那個案 我們在法改造黨團體而已 一 請醫事人員先讀協商的結論 協商結論 臨時提案不可以處理 先讀完畢 好 謝謝 請問在座的委員有沒有意見 有沒有意義 沒有 好 那就我們無意義的話 照協商的結論修正通過 再來 本日議程已經進行完畢 那我們現在就休息 那我們另外還有一個協商的議題 那財政部可以先離開 還有誰可以離開 金管會留下來就好 金管會留下來 其他部位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今日的協商委員 魏明庚等17人 你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16条 及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 本法案细间本委员会第8届第6会期 第18次会议审查结议 经照案通过提报宴会 并由宴会交互党团協商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協商 按第16条 好第16条第23条 调试进行 好我们进行協商 来来来来来 我们现在进行第16条第23条的调试进行 调试进行 各位委员对于该等条款修正的意见 有没有什么意见或是怎样 没有意见 那没有意见我们就 没有意见嘛 好那没有意见 那我们就照审查会的结果通过 好 签名 杂誌 投票 费不断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